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贝卡已经住了一个月 校保健室诊断 他患的是癫痫引起的语言功能丧失 以及阶段性智力退化 可经验丰富的豪斯医生却认为这是挠矮晚期 没救了 而且他对校保健室的就医行为十分不满 二话没说就要强行下班 结果被同事威尔森拦住 威尔森说 李贝卡是他表妹 请豪斯务必出手相救 豪斯虽然不好拒绝 但他就是不去李贝卡的病房 只是和三个助手研究李贝卡的脑部CT 先人腐满 很不满 哪有这么治疗病人的 连真人都不见 而卡梅隆却告诉他 豪斯医生就这样 作为全院标杆级别的专家 他从不见病人 豪斯也稍微解释了一下原因 治病不难 难得是治人 身体不会撒谎 可病人们却会 所以他从不相信病人说的东西 瘦完后 豪斯又忙着下班了 结果被院长拦住 院长最近对他的意见也很大 他已经六年没做过门诊了 一点医生的样子都没有 可豪斯在医学界的影响很重 他又不能解雇人家 商谈无果后 豪斯又乐此不疲地下班了 不过院长也很机智 直接断了他们组使用医院设备的权限 怒气冲冲的豪斯只能跑去找院长理论 理论无果 只好答应每周四小时坐诊的条件 后续的检测中 磁共振突然出了问题 李贝卡直接窒息在里面 幸好卡梅隆反应够快 猜出李贝卡对反应机过敏 立马将他拽出来割开器官 插上了呼吸机 与此同时 豪斯开始接待他的新病人 肤色和橘子有一拼 还不停地玩弄婚戒 豪斯一看 就知道他胡萝卜吃多了 不过临走前 豪斯建议他找个律师谈下离婚问题 肤色都变成这样 还是自己发现的 那妻子肯定早变心 不想看他的 第二个 是患有哮喘的小男孩 可孩子的妈妈死活不想给儿子用激素类药物 导致小男孩天天到门诊报道 于是 豪斯只能给孩子妈妈解释的 肋固醇抑制哮喘炎症的发作原理 结果说着说着 就想起了李贝卡 他忽然觉得 李贝卡应该是感染的血管炎或者过敏 于是 便给李贝卡家用了肋固醇 之后还免福满去李贝卡的家中查找感染源 福满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没听说过医生还有这份责任的 可豪斯却用福满16岁死闯民宅的事威胁他 气得福满当时就想把豪斯告账法庭 可谁让豪斯 是他老板呢 福满只能乖乖地听话 然而当晚 李贝卡不仅没有好转 还更严重 直接抽搐昏了过去 就连认知功能也有间歇性障碍 福满认为 李贝卡的脑干已经受损 搞不好 过几天四肢也跟着不能动 紧接着就是失明 如果李贝卡患的是脑瘤 估计还能活上一个月 要是血管炎 那李贝卡的生命估计就只剩几天了 可他们现在连个病因都没法确定 于是豪斯医生当即决定 暂停一切治疗 福满给了他灵感 只要知道李贝卡什么时候死的 不就能确定他的病因呢 福满一听就懵了 这也能叫治病 还是去李贝卡的家找找感染源比较靠谱 于是福满就行动了 顺便带上了卡梅隆 金燕告诉他 私闯民宅的时候 身边有个白人女性一般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大作用 而豪斯还要留在医院继续坐诊 这次来的是个卷毛患者 卷毛最近老犯困 然后就上网百度一下 结果看得眼花缭乱 最终怀疑自己得的纤维肌炎 不吃点药就不放心 豪斯一听 李都不想理他 直接出门买了个药品 往里面装了一块钱的糖豆 喝去吧 绝对要到病处 紧接着福满也回来的 虽然他没找到感染源 可他却发现里贝卡 根本就不是威尔森的表妹 威尔森是犹太人不吃猪肉 可里贝卡的家里却有火腿 威尔森当时就尴尬的 他也是好心想救人 不这样说 豪斯怎么可能答应救里贝卡呢 可豪斯却没注意这个 他只听到的猪肉 如果里贝卡吃了没煮熟的猪肉 就有被猪肉逃虫寄生的风险 而被寄生的患者用了肋骨醇药物后 就会出现抽搐昏厥的现象 由于虫密度和脑脊髓密度接近 CT根本查不出来 可问题是 现在的里贝卡已经不敢再相信医院了 一心只想有尊严的死去 于是豪斯就跑去病房解释 还拿自己的瘸腿劝说里贝卡 不管怎么死都没有尊严 因为死掉了 只有活着才有尊严 因为还活着 这时 沃尔森想到X光可以看到虫子 直到看见体内的虫子后 里贝卡有点动摇的 他问该怎么办 结果沃尔森塞给他两片蛆虫药 一天两片 坚持一个月 病自然就好了 里贝卡一看这么简单 二话没说就赶紧吃药 随后 豪斯还魄力把里贝卡的学生带进了医院 那一刻 里贝卡对豪斯充满了感激 也明白活着的意义 最后患者小黄人查出妻子 确实出轨 而卷毛也坚持来医院找豪斯开药 豪斯微微一笑 又给他弄了一瓶糖豆 16岁的丹妮 是个曲棍球运动员 结果某次比赛一晃神 直接被对手撞放在地 血流到一脑袋 随后一个月 就出现了液晶重症的症状 吓得父母赶紧把他送去的医院 而此时的豪斯正忙着下班打卡 被丹妮父母拦住时非常不高兴 结果丹妮爸说 他给豪斯发过求救邮件 豪斯也签了字 答应了他的求诊 豪斯看了看签名 瞬间明白的 这是驻守卡梅隆的自己 于是豪斯找来卡梅隆理论 结果卡梅隆避重就轻 开始讨论丹妮的病情 豪斯一听是夜经 就来了兴趣 十几岁的孩子夜经 还能有什么原因 不是在学校被人欺负 就是在家被家暴的 但是问了丹妮 才知道两者都不知 随后 丹妮想起了打球受过的伤 豪斯一听才意识到 这是来看脑震荡的 于是直接转身离开的 还把卡梅隆训了一顿 结果一转头 看到丹妮的腿不自觉地抽动 这可是睡觉时呼吸率下降 大脑以为身体在衰竭 才会做出的条件反射 这说明丹妮的大脑 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 于是 豪斯让卡梅隆 把他收进了病房 经检查 福满发现丹妮的大脑 已经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 眼神不能聚焦 睡眠不能控制 很有可能是遗传病 而丹妮父母提供的资料 并没有遗传病史 讨论期间 豪斯却说丹妮不是亲生的 结果大家半信半疑 福满还跟豪斯设了一个赌局 认为丹妮绝对是亲生的 为了进一步诊断病情 豪斯决定先观察一下 而丹妮却梦到豪斯 砍他的脚趾头 吓了个半死 于是 他就被推去做CT 电解质 X光等等 三个助手盯着结果 一脸梦 这完全正常呀 豪斯却提示 要仔细观察 连接左右脑的偏直体 于是 奇思就发现 偏直体有些弯曲 那里明显有阻塞 所以丹妮才会出现夜景 为了看清什么在阻塞 只能给他做 放射性核素脑式现象 就在福满准备的时候 意外发现丹妮父子的眼睛里 都有一个斑点 而这也让福满 更加确定丹妮是亲生的 此时的豪斯又在忙着坐着 这次来了一个 不愿给孩子打疫苗的年轻妈妈 结果孩子感冒 脸肿得像娃娃脸 孩子妈还认为 疫苗是智商税 豪斯气得叹出了一口气 开始给他介绍 婴儿的小棺材 等到他一脸懵的时候 豪斯才震惊地说 母乳抗体只能保护婴儿六个月 疫苗还是有用的 此时的助手找到了祖色 但祖色只是症状 不是病因 他们抽了丹妮的脑基液 发现患的是多发性硬化症 根据标准来说 得病六个月以上才能确诊 可丹妮才两周 因此分歧的三人 便来找豪斯确定 豪斯才不管什么标准和非标 他立马决定为丹妮治疗 幸运的话 丹妮还能多活五年 于是 齐斯就被派去 跟丹妮解释治疗过程 丹妮一听 即使治疗还是有湿剂 变白痴的风险 当时就被吓懵了 等到晚上 护士来输液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原来是梦游到天台上 他以为这是球场 还差点摔了下去 由于丹妮梦游时的神志很清醒 可多发印花症 会让人智力出现障碍 豪斯立马意识到 他找错了病因 于是大家又开始 新一轮的猜测 卡梅罗大胆的猜测 丹妮患的是神经性梅毒 于是豪斯就直接给丹妮的脑子里 注射青霉素 虽然青霉素会导致脑压增高 甚至发生暴彼 但是他们前几天为了抽脑阻塞 已经在丹妮的脑子里装了分流器 现在想注射多少都没有问题了 于是福满就被派去干活了 而豪斯出门的时候碰上了院长 院长也听说了昨晚楼顶的事 但他却对非亲生父子的赌局感兴趣 豪斯立马顺势而上 要是自己赢了 就一个礼拜不坐诊 院长先而同意 要是他赢了 豪斯就得打领带去参加研讨会 可惜的是 青霉素毫无效用 脑固能进一步退化 还出现了幻听 豪斯团队再一次陷入迷茫 就在豪斯吃饭的时候 碰到了丹妮的父母 夫妻俩听说豪斯从未去过儿子的病房 立马就翻脸 还怒斥豪斯不负责任 无奈的豪斯只能将所有症状都说了一遍 夫妻俩立马就不敢说话了 趁着两人尴尬地离开后 豪斯拿着夫妻俩用过的杯子化验去的 结果显示 丹妮还真不是他们亲生的 于是豪斯理直气壮地指责丹妮的父母 为什么不提供亲生父母的病史 夫妻俩说 他们提供的就是丹妮亲生母亲的资料 丹妮出生两周就被他们领养 而生母他们也见过是个很健康的女人 豪斯顿了顿突然询问这个女人打过疫苗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次豪斯终于找对的病因 丹妮的生母小时候没打过疫苗 母体不能保护丹妮 所以丹妮的大脑一直潜伏着麻疹病毒 直到现在病发 让丹妮患上的急性硬化全脑炎 随后他们在丹妮的脑子里注射的抗病原体 虽然手术风险很大 可丹妮父母只能同意 不然丹妮随时都会死 最后丹妮的手术很成功 而豪斯也得意地跑去跟院长要赌注 结果院长却说 DNA检测费2300 催着豪斯交钱 豪斯愣了一下 但为了不做诊 还是乖乖地贡献的钱包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年轻的布兰登 乔克和女友娜娜约会 虽然他有点咳嗽 还出了红疹 可两人不管不顾 一顿干柴烈火之后 布兰登晕在了床上 被送医院后 威尔森发现 布兰登的血压对静脉推注居然没反应 于是就跑去请豪斯 当然 豪斯还是老风格 没进病房 而是把布兰登的症状写得一黑板 让三个助手分析病因 不过很快 几个人就发现 没有疾病能包括布兰登的全部症状 可是布兰登几乎已经 一只脚踏进了棺材里 豪斯只好先按败血症治疗 给布兰登注射的抗生素 随后又让齐斯去做皮质唇过量测试 结果测试引起的娜娜的不安 医生们居然连布兰登的病因都找不到 生怕是自己在床上太生猛 才把布兰登害成这样的 娜娜赶紧找齐斯询问 结果被齐斯否定 回去后 齐斯就把娜娜的话告诉了两个伙伴 可卡梅隆觉得应该把这个原因考虑进去 结果齐斯一脸好奇地询问 卡梅隆是不是也这样害死过人 两阵说着 浮满就发现抗生素 让布兰登的肾功能急速衰竭 于是新一波的讨论又开始了 可是说来说去 还是没有一种病能解释所有症状 豪斯只好猜测 布兰登身上有两种病 鼻痘感染 以及甲状腺机能衰退 于是布兰登就像小白鼠一样 又被注射的新药物 此时布兰登的父母也感到的病发 性命垂危的布兰登第一件事 居然是告诉父母 他要和娜娜订婚 娜娜听后 又羞涩又感动 然而浮满并不相信豪斯的决定 他总觉得 布兰登是被病毒感染了 还试图拉着小伙伴们 一起回实验室化验病毒 尽管浮满已经排除了大部分病毒 可需要化验的还有五千多种 齐斯干着干着就有点不乐意的 结果一抬头 看到卡梅隆化验的格外专注 于是齐斯跟福满说 他觉得卡梅隆很古怪 福满却说 齐斯最近对卡梅隆关注过多 甚至怀疑齐斯喜欢上了卡梅隆 齐斯愣了一下就赶紧否认 可福满却偷偷告诉了卡梅隆 还说两人的关系中 卡梅隆绝对占有主动优势 而此时豪斯还在坐着 这次的患者说自己嗓子疼 明明喝热水就能解决的问题 却非要来医院 于是豪斯设法把女院长叫过来帮忙 自己却坐在一边打游戏 不过下一次 女院长就不会上当了 紧接着 布兰登这边出现了紧急情况 她的白细胞数量极低 甚至还在不断下降 身体免疫系统完全衰竭 再不送到无菌病房 一个小小的感冒也能要了她的命 于是布兰登就被关进了无菌病房 等在病房外的父母一脸担心 而此时豪斯正为自己的腿脊 想开点止痛片 却因为没有处方医师的证明 被药剂师给拒绝了 豪斯只好把威尔森拉了过来 开药后 豪斯看都没看拿起就走 结果被威尔森叫住 因为他拿错的药 豪斯当时就愣住的 他忽然怀疑布兰登也是吃错了药 而布兰登出现的第一个症状是咳嗽 回到办公室后 豪斯盯着黑板上的症状想了很久 终于想到秋水仙素 能把这些症状全部联系到一起 而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的药物 很可能是布兰登买咳嗽药的时候 药店的人给他拿错了 然而卡梅隆却说 布兰登住进医院后就被他们监管起来 每天吃的药也是经过他们查看的 豪斯没说什么 只是一拳一拐的 带着三个助手去找到布兰登的父母 本来布兰登父母还对豪斯不进病房很有意见 结果豪斯问他们 谁闲着没事给布兰登吃咳嗽药 还差点害死了布兰登 布兰登的妈妈当时就崩溃了 哭着说自己只是想帮忙 豪斯赶紧问他要咳嗽药 但药已经吃完了 其思只好带着药品去药店查线索 而药店的人又死活不承认 便给他装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黄色小药片 谁都能看出来那就是咳嗽药 这下豪斯再不犹豫了 这下豪斯再不犹豫了 手指疼就是秋水腺素中毒的症状 于是他直接冲进了无菌病房 还从布兰登的嘴里问出他吸毒的事 豪斯猜测可能是毒品里还有秋水腺素 可是无论怎样 布兰登一定是吃的秋水腺素才病成这样的 之后他给布兰登开了解毒剂 没几天布兰登就恢复得健康 而豪斯又去了趟医院的药房 他翻出的痛风药片 结果发现那和咳嗽药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咳嗽药背后有个小小的字母 与此同时 还有点咳嗽的布兰登和卡梅隆要点咳嗽药 结果发现这回吃的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之前的药片没有字母 齐斯和卡梅隆听后相互看了一眼 豪斯的猜测最终还是被证实的 哈里夫妇最近刚生下小女儿莉莉 正高兴着莉莉就口吐白沫精神萎靡 于是哈里赶紧跑去叫尔科医生 医生赶到后 莉莉已经发烧抽了过去 只能把她送进了加护病房 等莉莉的病情稍有缓解后 尔科医生也准备回休息室了 结果碰到豪斯赖在这里看电视 但听完莉莉的情况后 豪斯立马跑去加护病房查看 反正小婴儿也不会很烦人 结果看完 豪斯就发现医院有传染病 因为有两个小婴儿相继出现高烧抽搐的现象 然而女院长并没当回事 婴儿发烧太常见了 仅仅两个婴儿出现症状 并不能说明什么 无奈的豪斯只好带着自己的三个助手跑去查房 只要是刚生下来的婴儿 就过去测个体温 结果还真被她找到一个高烧的男婴 女院长知道后立马提高警惕 不仅关闭的医院妇产科 还没人抓紧打扫 试图消灭传染源 此时的加护病房 已经有四个相同症状的婴儿了 高烧,血压下降 甚至不能维持心脏的收缩 照这样的速度继续发展 婴儿们可能都活不过一天 于是豪斯又带着助手们开始排出病因了 寄生虫不会传染这么快 病毒的话 淋巴球应该会增多 但这些都不止 最后大家只能按照 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或者绿农杆菌来处理 但是要鉴别细菌 最少需要48小时 可婴儿们根本等不到那时候 逼不得已的豪斯只能决定 用针对两种病菌的抗生素一起治疗 随后 卡梅隆去和男婴妈妈解释病症 可是他的说法太专业 男婴妈妈根本听不懂 福曼看到后 立马跑过来帮忙 而通过这件事 福曼也发现卡梅隆有心理障碍 他好像没法告诉患者家属不好的消息 事后 福曼找到卡梅隆询问 他只说了一句话 自己死比看着别人死要容易得多 当整个医院忙着大扫除的时候 豪斯继续做他的门诊 这次的女患者觉得身体不舒服 唠唠叨叨说了一堆原因 其实就是怀了孕 自己不知道 可当豪斯告诉他 已怀孕四个月之余时 女患者却一脸惊恐 他的确很想要孩子 可四个月前他跟丈夫吵了一架 还和前男友有了一夜情 他不敢确定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豪斯二话没说 就帮他安排了一个亲子鉴定 女患者不想让丈夫知道实情 豪斯也一一答应 毕竟成功的婚姻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当豪斯解决完眼前事后 助手们却垂头丧气地跟他说 婴儿们使用抗生素出现的肾衰竭 事情也到了两难的地步 如果他们停用两种抗生素 婴儿们就会因传染病而死 如果不停 婴儿们也会因肾衰竭而死 可他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抗生素导致的肾衰竭 猜测已经没用了 豪斯最终决定拿两个婴儿做实验 一个停用一种 话一说出来就被扶满强烈反对 女院长也觉得不妥 然而此时生病的婴儿最少四个 还有不知道多少是他们没发现的 权衡利弊后 女院长最终支持了豪斯的决定 被选中的孩子就是莉莉和那个男婴 双方家长并不知道实情 最后男婴治疗无效而死 所有人都很失落 却又松了一口气 起码另外那些婴儿有救的 事后 豪斯安排卡梅隆去告诉男婴的妈妈 可卡梅隆根本说不出口 最后还是威尔森帮的忙 豪斯知道后 指责威尔森 应该让卡梅隆多锻炼 结果两人正说着话 齐斯就跑过来说 莉莉的病情又加重了 两种抗生素其实都没用 婴儿们感染的是一种超级病毒 豪斯也无奈了 这就是滥用抗生素的后果 有些不负责的医生 没事就给病人开抗生素 等到真正的问题出现 抗生素已经没了效果 然而豪斯还得用男婴的尸体 才能找出病毒 那天晚上 豪斯的心情格外地低沉 好在 豪斯发现了一种感染心脏的病毒 通过排除法 病毒范围最后缩小至八种 紧接着 助手们就跑去抽孩子们的血 进行化验 为了让实验结果更精确 卡梅隆甚至还抽到健康孩子的血缩对比 最后发现 患病儿对艾克11型病毒 聚细胞病毒的检测结果称阳性 然而最奇怪的是 健康儿对这两种病毒的检测也称阳性 可他们却没事 豪斯想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健康儿一定是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抗体 所以他们只要确定患病儿母亲身上 没有哪种抗体 就能知道感染患病儿的是哪种病毒 最终豪斯确定是艾克11型病毒作怪 那是一种肠道病毒 会导致成年人腹泻 或者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 而新生儿感染到 却会致死 还好医院 拿到的最新研发出来的抗病毒药 孩子们有救的 在用药的时候 卡梅隆看到哈利夫妇一脸担心 他于心不忍 便让哈利夫妇换上护士服 经病房帮忙 而经过治疗的莉莉 已经开始活蹦乱跳的 夫妻俩才放松下来 豪斯知道这件事后 专门跑来询问卡梅隆的过去 他甚至觉得卡梅隆肯定失去过什么人 也许是一个孩子也说不定 结果卡梅隆面无表情地骂了豪斯一句混蛋 就离开了 因而感染事件过后 怀孕女患者的亲子鉴定书也出来的 孩子就是她丈夫的 女患者一脸庆幸 还激动地表示 要请豪斯做产前检查或者接生 豪斯还是老风格 想都没想就拒绝的 他还要找出 艾科1-1型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结果某天在医院大厅闲逛的时候 豪斯看到了管理婴儿玩具的护工老太 老太好像感冒了一样 一个记得用手抹鼻涕 抹完之后继续碰那些玩具 而玩具最后是要送到新生儿的床边的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圣诞节当天 豪斯正无所事事地跟沃尔森聊天 结果被女院长训了一顿 门枕里还有个病人等着 豪斯居然敢坐在这里闲聊 受到批评的豪斯 只好拄着拐杖去坐枕 患者修女奥古 因为过敏 手上起了一堆红枕 陪同奥古的修女说 这周有人给修道院寄了一口新锅 奥古洗完后就变成了这样 但是一般人不会对锅过敏 豪斯猜测是清洗剂把奥古害成这样的 之后他给奥古开了点抗过敏药 奥古用自带的茶水服用后 豪斯就离开了 万万没想到过敏药引发的哮喘 眼看奥古连气都喘不过来 豪斯赶紧给他注射0.1毫升的肾上腺素 然而注射之后 奥古的心跳飙升到了诡异的地步 没几秒之后连脉搏都没有的 豪斯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 这才勉强救回阴命 事后 女院长严重怀疑豪斯 过量注射肾上腺素 才导致了奥古的心脏骤挺 因为1毫升和0.1毫升的针管都放在一起 很容易拿错 可豪斯坚决否认自己出错 女院长只好给他24小时 查出真正病因 毕竟医疗事故 是要上报给纪律委员会的 由于过敏 不会导致心脏骤挺 豪斯认定奥古患上了变硬性肉牙肿血管炎 还派助手给奥古做的胸部断层扫面 顺便加用强敌松 福满当时心里就有意见 他也认为豪斯肯定用错的伎俩 可豪斯还是那句话 他不会犯错 齐斯被派去送奥古到CT室 他当时就烦得不行 他生平最讨厌修女 可还是不得不照做 可是当奥古说 他六岁就失去双亲 一直被修道院抚养长大 所以才当了修女 而齐斯也对这个可怜的姑娘 有了一点同情 紧接着 胸部断层扫面却出了问题 奥古没做完就开始出现幻觉 一个劲地喊着 耶稣在烧他 之后还不停抽搐 合骨闭合 大腿上又出现了过敏性红疹 经诊断 奥古的免疫功能被严重抑制 女院长一听又开始怪豪斯 因为强敌松 确实会抑制病人的免疫系统 可卡梅龙却说 豪斯开的剂量很小 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后遗症 当然 豪斯也不会承认自己出错 随后 他耍饱气走的女院长 这才决定停用强敌松 并把奥古送入高压养仓 调节他的免疫系统 福满一听又开始质疑豪斯 因为高压养仓会让病人出现免中毒 可惜豪斯根本不听他的意见 无奈的福满 只好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女院长 于是 女院长又跟豪斯吵了一架 把奥古带走了 他实在害怕 奥古被他治死 豪斯无奈地回头看了一眼福满 他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福满告得密 女院长重新给奥古做了诊断 可豪斯这边还没放弃 他跑去修道院 寻找奥古有可能接触的过敏源 结果得知 奥古十二岁时 曾经离开过修道院 流落街头 还染上了毒瘾 十五岁的时候 怀孕又流产 不过这些都解释不了奥古的过敏 豪斯叹了口气 喝了一口修道院的茶 结果发现 那是悬生茶 与此同时 奥古在女院长的治疗下 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正头大的时候 豪斯把悬生茶扔在了他的面前 随后解释道 经常用悬生茶的人 只要注射0.1毫升的肾上腺素 就会心脏骤停 而其他的病症 就是长期过敏引起的 奥古肯定是长期处于过敏的环境中 结果某次接触大剂量的过敏源 引起的大爆发 不过 鉴于奥古现在的免疫系统 极其不稳定 碰到什么都过敏 他们只能把奥古送进洁净病房 没有电视 没有书 圣经也不许碰 空气和水都是过滤的 床单被罩也是丝绸的 不会引起过敏 甚至连奥古的同伴 也被隔离在病房外 那一刻 奥古很绝望 所以哭了 奇思于心不忍 坐在旁边陪着他一起做祷告 要知道奇思以前 可是最讨厌修女的 然而这些都没用 奥古在捷进病房待了一会儿 又出现了过敏性休克 卡梅隆他们连衣服都没时间穿 就冲进病房救人 还好奥古命大 又被抢救的过来 这下连豪斯也纳闷了 送进捷进病房 怎么还能过敏呢 沃尔森觉得 上帝就是想带走奥古 可豪斯却坚持 肯定是没找出真正的病因 随后豪斯把自己 关在办公室里想病因 卡梅隆好心过来安慰 还送了他圣诞礼物 结果被奇思打断 奥古被抢救过来后 已经任命了 闹着要回修到院 豪斯只好去到趟病房 劝奥古多待几天 毕竟一个礼拜的房钱都交了 医院又不给退 而奥古只是轻轻一笑 说这场病是上帝对他的考验 他欣然接受 两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奥古年轻时候的事 奥古说 15岁的时候 他用尽了所有方法避孕 可还是怀上了孩子 不得已选择流产 那时候 他特别恨上帝 然而随意改变信仰 是件太蠢的事 所以他最后还是回到的修道院 奥古的千诚 让豪斯也没了办法 不过他还是检查了 奥古在接近病房里 能接触的所有东西 但还是没有找到过敏源 最后 豪斯只能让助手们 检查奥古的体内 他想找一个奇迹 一个不让奥古死掉的奇迹 结果卡梅隆 还真在奥古的子宫里 找到一个同志的避孕环 一切都很清楚的 奥古对同过敏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一直难受的十来年 而修道院新收到的锅 也是个铜的 奥古是因为清洗铜锅 才出现了手部红疹 拿走避孕环 奥古的身体就好了起来 闲来无事的豪斯正坐着 结果沃尔森突然找他 他和妻子吵了架 只能与豪斯一起过圣诞节 豪斯只能把沃尔森带回的家 毕竟 豪斯还是个单身狗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年仅15岁的卢克 带着相依为命的妈妈 去办理残障补助 结果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卢妈妈 开始胡说八道 卢克赶紧给他拿了点水 结果喝完 卢妈妈就直接捂着心脏 晕倒在地上 急诊室的医生检查后 说卢妈妈是得了深度静脉血栓症 血栓由腿进入肺部 堵住了氧气的输送 除此之外 医生还在卢妈妈的血液里 发现了酒精 卢克赶紧解释 喝酒是为了让妈妈平静 多年的经验 让他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而里面 都是卢妈妈每次发病的情况 随后卢克又说 妈妈上次喝酒是三天前 应该早就消化了 医生听完却笑了 认为卢妈妈肯定在偷着喝酒 而酒精对血栓并不友好 卢克坚持不是酒精的问题 结果被一旁看报纸的豪斯听到了 跑过来替急诊医生说话 急诊医生一看豪斯感兴趣 赶紧把这个病例甩给了他 随后豪斯开始的病情讨论 一般情况下 患有深度静脉血栓症的人 起码要58岁以上 可卢妈妈才38 而精神分裂又不会造成血栓 为了弄清具体原因 豪斯偷偷地跑去的病房 福满在病房外都看呆了 他竟然主动去见病人了 而其次却好奇地说 他肯定喜欢精神不正常的人 从病房出来后 豪斯派人替卢妈妈咽血 还停了他的精神病药 只有这样 他才能准确地知道病因 可是卢妈妈 死活不让人给他抽血 认为抽他的血想要卖钱 无奈的福满 为了让他安静下来 只好注射的福派定唇 然而 卢克得知妈妈被注射镇剑剂 就非常不满 还要求豪斯以后不要再用了 到了晚上 卢妈妈就吐血昏迷了 血量惊人 卢克都吓坏了 再这么吐一次 卢妈妈肯定会失血而死 于是豪斯把福满臭皮一顿 怀疑吐血是福派定唇的副作用 随后 血检报告出来的 卢妈妈的拧血时间过长 是因为缺乏维生素K 但是缺乏维生素 并不会引起血栓 卡梅隆注意到 卢克的笔记上记着 致咳嗽的安便西林 但被卢妈妈拒绝服用 可卡梅隆觉得 也许是他记错的 于是豪斯 让助手们去卢克家查找线索 接着的福满 只能偷走卢克的钥匙 结果他们发现 装着安便西林的药瓶 压根没打开 而冰箱里塞满的汉堡包 很明显 这就是卢妈妈的一日三餐 卢克解释 他看过成分表 蛋白质和热量都够 也有维生素A和C 当然 他从来没想过 维生素K的事 直到实情的卢克很自责 豪斯便安慰他 一个孩子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可卢克却说 自己已经18了 他怕别人看出他未成年 那样的话 儿童福利院就会 把他从妈妈身边带走 狡猾又正直的豪斯 自然不会帮他说谎 于是他就使了诈又到卢克说出的实情 病房这边 齐斯终于找到吐血的原因 原来卢妈妈的肝上有一个恶性肿瘤 由于肿瘤过大 影响了肝功能 乔医生得知后 拒绝为他做手术 因为肿瘤直径超过的5.8公分 风险太大 此时的豪斯早已憋得一个怪兆 他让维尔森给卢妈妈注入乙唇 肿瘤直接脱水 直径也缩小到4.6公分 正好处于安全范围内 当乔医生做完手术后 都气疯了 他把豪斯告到女院长那里 于是 女院长一边追着豪斯 一边怒劈 奈何 他也拿豪斯没有办法 手术后 卢妈妈接受的化疗 卢克一边听化疗的注意事项 一边疯狂地记着笔记 结果儿童福利院的人突然来了 卢克哭着被带走 他还以为是豪斯说出去的 临走前还骂豪斯是个混蛋 豪斯听完都懵了 他什么都没做 就这样躺枪了 随后 豪斯怀疑是卢妈妈说出去的 于是豪斯跑去病房求证 但卢妈妈却求他别说了 还说没人相信他 那一刻 豪斯基本确定 卢妈妈应该是被误诊了 接着 豪斯就给卢妈妈的精神医生打电话 可当时已经是深夜 电话根本打不通 无奈的豪斯又开始地讨论 卢妈妈为什么会被诊断成精神分裂 卡梅罗忽然想起 罕见的威尔逊是综合症 能让体内聚集过多的痛 从而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 简洁着 豪斯发现笔记上 记着卢妈妈要看眼科医生 却被卢克送到精神科那里 而威尔逊是综合症 正好会引发眼睛变异 于是 豪斯直接检查卢妈妈的眼睛 结果发现 他的角膜四周 还真聚集着一圈同次环体 找对病因后 只治疗了几天 卢妈妈就恢复健康 也有能力照顾卢克了 后来 儿童福利院把卢克送了回来 可卢克还记恨着豪斯告密的事 豪斯看着尴尬的卢妈妈 只好默默地背上这个甜蜜的黑锅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爱德在晨跑的时候 还和好友讨论了 他和妻子伊丽丝的感情问题 结果跑完回家 就发现了不对劲 伊丽丝一直在睡觉 连着周四周五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他每天睡觉都超过18个小时 爱德本想把伊丽丝叫起来 结果却被暴躁的妻子扇了一耳光 而伊丽丝也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对劲 于是夫妻俩赶紧就医 豪斯听完伊丽丝的症状后 觉得是忧郁症 压根提不起兴趣 而且女人的突然暴怒 应该算不上什么异常症状 可卡梅隆一直乘着豪斯让他诊治 见卡梅隆这么有兴趣 豪斯只好接过伊丽丝的病例 之后 豪斯发现伊丽丝在发烧 身上还有炎症 而忧郁症可不会导致这些症状 于是大家开始怀疑 伊丽丝感染的疟疾 但伊丽丝根本就没去过热淡 讨论无果 豪斯便让助手们 给伊丽丝做血剪 以及核磁共振 之后就跑去做门诊了 这次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女患者 女患者觉得自己最近胸闷 却找不出原因 于是豪斯就给他做了新电图 就在女患者脱掉外套后 豪斯当场被震住了 胸部傲然 一看就做了龙胸手术 而女患者也很得意 说这是他送给丈夫 40岁的生日礼物 豪斯理所当然 开始怀疑是龙胸手术导致的胸闷 于是把沃尔森也叫过来一起研究 当然了 两人也没检查出什么 全当免费看了看美女 女院长知道后 还提出的异议 指责豪斯耗死 而卡梅隆这边 给伊丽丝做完核磁共振后 依旧没发现病因 守在伊丽丝病床的艾德 都对医院有意见了 就在双方正交涉时 伊丽丝突然癫痫发作 抢救之后 豪斯带着助手们针对癫痫症状 又展开了新一轮讨论 其次怀疑是莱姆病 结果被豪斯否决 莱姆病会引起疲疹 艾德那么关心伊丽丝 要是发病 他早说了 站在一旁的沃尔森说 是负肿瘤综合症 结果卡梅隆还真在病例上 看到伊丽丝的妈妈死于乳腺癌 艾德得着医生们 要拉着伊丽丝去做肿瘤检查时 还很纳闷 肿瘤怎么可能影响人的大脑 让人嗜睡 于是卡梅隆解释 脑细胞和肿瘤分子的结构相似 负肿瘤综合症 会让人自身的抗体 主动对抗癌细胞 脑细胞说不定也会受到牵连 明白过来的艾德 只好同意地检查 可是伊丽丝的胸部X光片上 干干净净的 根本没有肿瘤 排除的肿瘤 剩下的就是中毒的 由于艾德身体健康 豪斯只好让福满 去伊丽丝工作的地方查找毒源 并让卡梅隆给伊丽丝注射 免疫球蛋白 伊丽丝是个烧烤师 不过他工作的厨房相当干净 连个虫子都没有 更别说有毒有害的物质的 伊丽丝的同志们身体也很健康 没一个请病假的 不过福满还是注意到 厨房在做兔子肉 而伊丽丝注射完球蛋白后 又出现了幻觉 觉得胳膊上爬满了虫子 若不是卡梅隆给他打的镇静剂 他几乎就要把胳膊抓烂了 这种症状让豪斯开始怀疑 伊丽丝得的是非洲追虫病 可问题是 伊丽丝从来都没去过非洲 也没输过血 根本不存在感染途径 但福满又看到了兔肉 所以在福满的建议下 助手们开始检查伊丽丝 是否得的兔热病 但兔热病说服不了豪斯 因为兔热病初期 会有皮疹或者咳嗽 埃德又根本没提到过 就在豪斯纠结的时候 女院长拿来的龙兄 女患者的心电图报告 豪斯发现 女患者心率有所下降 由于女患者的饮食和运动量 都没变过 豪斯只好怀疑 他服用过降压药 还是他丈夫偷偷给他吃的 从龙兄这件事上 豪斯就看出女患者 有强烈的性需求 可他高血压的事 丈夫做不到 只好偷偷放降压药 降低女患者的信誉 豪斯还开玩笑地 建议女患者找个小三 结果说着说着 他就想到了伊丽丝 性传播也是感染 非洲追虫病的方式之一 伊丽丝可能出轨地 去过非洲的人 于是助手们 就被派去询为埃德 伊丽丝是否出过轨 令人惊讶的是 夫妻俩都坚决否认 无奈的豪斯 只好按照突热病开始治疗 还让卡梅隆给伊丽丝 注射了绿酶素 结果没一会儿 伊丽丝就陷入了昏迷 而这也说明 伊丽丝得的根本不是突热病 这下 豪斯肯定伊丽丝 得的就是非洲追虫病 夫妻俩肯定有一个人撒了谎 而治疗这种病的药 自身就有10%的毒性 他必须找埃德签同意书 可面对豪斯的质疑 埃德很真诚地说 自己没有外遇 豪斯也更加确定 是伊丽丝出了鬼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埃德心里的信任开始动摇 不过他还是同意的治疗 那晚 在卡梅隆注射药剂的时候 埃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如果打完针后 伊丽丝好转 就说明他出轨了 其实他心底是不怎么希望妻子好过来的 卡梅隆听完直接气走的 连走前还说埃德是个混蛋 等豪斯注意到卡梅隆不对劲时 卡梅隆已经哭了很长时间 在豪斯的询问下 卡梅隆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结了婚 结果刚半年 丈夫查出假装腺癌去世 他讨厌这些有机会在一起 却不珍惜的人 而豪斯也揭穿了卡梅隆 假装腺癌死前一年就会确诊 卡梅隆是明知道丈夫会死 还是嫁给了他 两人正说着 病房就传来消息 伊丽丝病情好转 已经醒了 而第二天 埃德就拎着行李离开的医院 他没法面对妻子的出轨 最终还是选择离婚 伊丽丝在病床上哭得气不成声 好奇的豪斯 还是跑去询问了伊丽丝的出轨对象 这是影片开头 那个和艾德一起晨跑的邻居好友 好了 这里是老简欢迎 我们下集再见了 在一场大学的微积分考试中 同学马特突然就控制不住地想上厕所 但健康老师并不同意 他觉得马特是借机作弊 结果没一会儿 马特就直接晕倒在地上 健康老师这才慌了起来 送到医院后 马特的心率已经跌到50以下 即使注射阿托品 加快心薄也没有用 于是福满报告的豪斯 而豪斯也没在意 甚至觉得马特肯定是吃腰过头的 但福满却说 他的体内没有任何毒品 一切可能的原因也都查了 没一个符合的 他至今仍在昏迷 豪斯听吧 才接过马特的病例 经过讨论 豪斯依然认为 马特摄入的过量的有毒物质 而这种物质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但是医学不会对该物质有过多关注 而豪斯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复印机的调色剂 于是福满和卡梅隆 就被派去马特家寻找可疑物 而其私则留在医院 继续跟马特治疗 马特的妈妈也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 据特妈妈说 马特从不吃药 学习也认真 考试前一晚还在和同学复习功课 唯一让他不满的 就是马特喜欢穿烂衣服 也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 就在他和骑士交流时 马特就开始的抽搐 与此同时 卡梅隆在马特家 找到了一罐自制的番茄酱 番茄酱已经过期 还鼓起了盖子 所以他怀疑 马特是食物中毒 才导致心率过低 结果豪斯当场就吃了口番茄酱 因为食物中毒不会导致抽搐 自然和番茄酱一点关系都没有 由于刚才的心率过低 再加上抽搐 卡梅隆想到应该是杀虫剂中的有机灵作怪 为了防止毒物还残留在马特的身体上 护士们活作给虚弱的马特洗了个澡 趁此机会 豪斯继续做他的门诊任务 这次来的患者是个82岁的老太太 老太最近春心萌动 看谁都觉得帅 甚至还冲着豪斯发射电波 豪斯只好叫人安排老太太住院 自己赶紧先行退场 而马特这边洗完澡做完血浅后 发现他确实是有机灵中毒 可是奇思给马特打了一个小时的解毒剂后 马特心率反而更低的 靠着起搏剂才能勉强维生 原来有机灵有40多种 于是浮满建议采用军方的治疗手段 找对症的水解煤解有机灵的毒 可是问题来的 马特感染的是哪一种有机灵呢 豪斯觉得特妈妈既然做番茄酱 家里肯定有菜园子 也许马特种了杀虫剂里的乙半灵 虽然卡梅隆在马特家 找到的乙半灵的空罐子 但特妈妈却说 那里面放的是橙皮油 他最近刚好用完 奇思当然不行 硬要给马特注射水解煤 结果被特妈妈拒绝的 豪斯只好特意跑去病房 脸红呆下才让他同意用药 结果豪斯前脚刚走 女院长就跑来说 急诊部又来了一个 和马特症状一模一样的病人 病人志灵的父母说 他们家里根本没有杀虫剂 于是以半灵的猜测不攻自破 而马特和志灵除了在同一个学校上学 他们的教室、食堂、朋友圈 几乎都不一样 豪斯只好怀疑 志灵和马特一起乘坐的校车 于是卡梅隆和奇思 一起去检查校车 校车司机说 早上路过池塘的时候 看见一辆货车在喷洒对流零 那是政府为预防尼罗河疾病采取的措施 与此同时 82岁的老太检查报告也出来的 他感染了梅毒 大脑被攻击后产生的性快感 才会变得如此不正常 老太的儿子当场就惊讶不已 因为他老爸都死了快八年了 老太怎么可能感染梅毒 豪斯解释道 那是因为梅毒潜伏的60年 最近才爆发 而老太又不愿让这股春心消失 所以才一直不就医 直到豪斯告诉他 药物只会杀死梅毒 被梅毒攻击后的那部分大脑不会治愈 所以他的快感还是会保留的 老太听吧 这才乐呵呵地回家吃药去的 但是马特这边又遇到的问题 特妈妈觉得豪斯团队不靠谱 直接把病例传给的疾控中心 没收到回复之前 根本不许豪斯再碰马特 不甘心的豪斯 只好派唯一的女性卡梅隆 说服特妈妈 没想到却成功了 然而智琳和马特注射完水解霉后 却抽出得更厉害了 他们心脏的衰竭速度 比其他器官更严重 说明他们是靠皮肤吸收毒物的 而皮肤吸收至少要3到8小时 毒性才会发作 马特快9点时发病 3小时前还不到6点 根本没机会坐校车 校车被排除了 豪斯便猜测 他们俩用了同一种洗漱用品 于是福满和卡梅隆 又分别去了两个患者的家 结果发现 两个患者唯一使用过的相同东西 只有洗衣液 但是询问过智琳的家长后 豪斯才得知 智琳今天穿的是新衣服 根本就没碰过洗衣液 但豪斯还是冲到垃圾堆 找到他们被换下的衣服 终于发现 两个患者穿的都是做旧的牛仔裤 裤子都是新的 都没有经过洗涤 之后 助手们在牛仔裤的布料里 找到的素面领 然而特妈妈依旧不信任豪斯 坚持要等到疾控中心的回复 才肯同意用药 这次 连卡梅隆都没有招了 沃尔森还在一旁 说着豪斯的风凉话 豪斯只是看了他一眼 突然就来了主意 接着 便拎着水解没趣的马特的病房 沃尔森也在这时 假装疾控中心告诉特妈妈 疾控中心也无能为力 无奈的特妈妈 只好同意豪斯用药 好在这一次豪斯找对的病因 两个患者都醒了 心率也恢复的 事后 浮满去查卖毒裤子的人 得知商家 平时都把货放在卡车里 不做生意的时候 就跑去玉米地帮忙 结果裤子染上杀虫剂 又懒得洗 还害得两个孩子 差点因此而死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 约翰 著名的残障演奏家 受邀进行小号表演 但是刚吹了两分钟 就喘不上气晕了过去 随后被送往豪斯 所在的医院进行诊治 女院长研究完病例 认为只是单纯的大验性肺炎 由于约翰的主治医生 汉密尔顿远在加州 而福满又当过 汉密尔顿的实习生 约翰理所当然就成了 福满的病人 而福满 只是给约翰 开了一份抗生素 但豪斯却认为 约翰的病和腿部瘫痪有关 甚至怀疑 汉密尔顿诊断的 机尾缩性脊髓厕硬化症 是误诊 接着 豪斯就抢过了福满手中的笔 甚至要求助手们 给约翰做免疫球蛋白测试 而福满一脸的不满 强调约翰是他的病人 他也更相信 汉密尔顿的诊断 躺在病床上的约翰 听说此事后 只有一个感觉 失望 两个经验丰富的医生 都无法确定他的病因 这和等死有什么区别 他已经受折磨两年了 已经够了 于是约翰告诉福满 自己要签安乐死协议 当然安乐死 在我们这里是违法的 虽然放弃抢救 但不意味着放弃治疗 在豪斯的建议下 福满又给约翰 加住了棉衣蛋白 之后 豪斯继续做他的门诊 这次的男患者 觉得自己最近雄风不在 想开点撞羊药 可豪斯看男患者 不长汗毛的手指后 得知患者神经损伤 而患者裤子上 抹了很多糖粉 说明他吃了很多甜甜圈 患上了糖尿病 随后豪斯开了一点胰岛素 当然也没落下伟哥 毕竟患者要求了 开完药 豪斯就收到病房的紧急通知 约翰由于注射免疫球蛋白 引发肺部血栓 眼看就要窒息而死 奈何 他又签了拒绝抢救协议 弄得三个助手 谁都不敢抢救 但豪斯看到这一幕 二话没说 直接给约翰插上喉管 结果被约翰的经纪人看到的 而福曼也对豪斯的行为十分不满 还抱怨他的免疫球蛋白 差点害死的约翰 而豪斯却说 约翰的绝望 只是因为假装现水平低 引起的抑郁 这种情况做出的决定 并不能说明 约翰真的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而且约翰是福曼的病人 可不能赖在他身上 就连卡梅隆也在一边 帮着豪斯说话 最后福曼直接被气走 随后 豪斯拉着卡梅隆和其次讨论病因 结果没说几句 就收到一封法院的传票 约翰起诉的豪斯 法院禁止豪斯 出现在约翰50米范围内 然而这些 也不能让豪斯放弃 他安排卡梅隆继续给约翰做血剪 其司做肺部切片化验 之后又让人把约翰 搬进了二楼的重症监护室 监护室下面就是豪斯的门枕 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坐枕了 当豪斯跑去找女院长得色时 女院长却问他 要不要请律师 毕竟为了防止豪斯发疯 他每年都给豪斯哭了 五万的律师津贴 法庭上 豪斯一个劲的拖延时间 就是为了给卡梅隆这边 多点时间化验 但卡梅隆只发现了一点炎症 虽然这并不能确定病因 可豪斯还是决定 按照维持病治疗约翰 结果豪斯刚给约翰挂上药 汉密尔顿就赶到的 他这次来就是来帮助约翰 完成安乐死的 他还告诉约翰 已经撤销了对豪斯的起诉 反正约翰也觉得 自己快死的 还要求汉密尔顿 拔了他的呼吸机 如果豪斯是对的 那么他患的就是维持病 最后会窃息死亡 豪斯守在病房外 可惜地看着汉密尔顿 关闭呼吸机 而约翰也哭得不行 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结果呼吸机撤掉后 一点事都没有 维持病的说法不攻自破 随后 豪斯小组又展开了讨论 此时约翰的手也贪了 卡梅隆觉得是血栓导致的 于是豪斯决定 给约翰做个血管噪影 但前提是 征得约翰的同意 所以豪斯就跑去病房 好说歹说劝了一顿 但约翰始终不同意 切到豪斯直接连人带床 一起推到的噪影室 与此同时 汉密尔顿却在偷偷挖墙角 他想带走福满 还给他三倍工资 福满犹豫不定地 去询问卡梅隆和奇斯 结果奇斯说 自己不缺钱 他是富二代 卡梅隆说 他也不讨厌豪斯 就在福满一连纳闷的时候 他们一起看到的 约翰脑部的血栓 可是约翰拒绝 用血液吸食剂 因为那东西 会再次伤到他的肺 没有一个健康的肺 他怎么吹小号 无奈的福满只好建议 直接从脑部导出血栓 这下约翰同意了 手术完成得很轻松 约翰的手和腿也能动了 这说明 约翰患的不是硬化症 汉密尔顿瞬间尴尬了 证明的确误诊了 但大家还是不明白 是什么药物起的作用 豪斯决定停掉所有的药 结果约翰又恶化了 豪斯赶紧用肋骨唇控制炎症 并重新给约翰做的核磁共振 结果卡门隆发现 约翰患的是动静脉血管畸形 压迫的脊柱 从而导致的腿部瘫痪 豪斯发现 畸形是被发炎的肿胀挡住的 所以汉密尔顿之前没有发现 而现在肋骨唇消除的肿胀 并因自然显现出来 富满一脸佩服地看着豪斯 终于打定主意 不走了 而经过正确治疗的约翰 也终于能自己行走的 出院的时候 他碰上了吃止痛药的豪斯 还特意送了豪斯一件礼物 之后 约翰询问了豪斯止痛骗的事 豪斯的回答很简单 我的腿很痛 必须要吃药 这天晚上 酒吧的门口 来了一个要找詹姆斯的刘拉汉 可他身上 连二十块门票钱都掏不出来 酒保看着刘拉汉实在可怜 才好心放他进门 可刚进门 就被灯光晃到并发 直接晕在地上起不来了 检查过他的身体 并确定他没有吸毒后 福满就建议把他轰出医院 他见过太多无家可归 并想方设法混个处处的人 但吴尔森却说 刘拉汉的手抖得厉害 福满认真看了一下 还是觉得他在屎扎骗人 结果没一会儿 他的血糖突然下降 全身抽搐不停 直到注射完葡萄糖 刘拉汉才缓了过来 但福满还是觉得 他故意注射的胰岛素 假装血糖低 坚持要赶他走 生气的乌尔森 只好跑去找豪斯抱怨 还说刘拉汉手抖 肯定是神经部分出的问题 豪斯一看乌尔森这么感兴趣 直接接过的病例 为了找到刘拉汉的姓名 被确定病史 豪斯翻了他的包 结果福满 真的发现了一只胰岛素针管 而豪斯却注意到 一件被呕吐物金尸的衣物 他还舔了舔自己 抓过衣服的手指 这行为 白衣旁的卡梅隆恶心坏了 不过也正是这个举动 让豪斯发现 他的化学物质失衡 低美 高钙 都会导致抽搐 于是豪斯 让齐斯给他补充电解质 先缓解症状 齐斯去的时候 刘拉汉正在画画 福满在他的笔下 逼真的不像画 齐斯好奇地问了句 谁是詹姆斯 结果刘拉汉突然发狂 还咬了福满一口 气哼哼的福满 赶紧去打得破伤风 临走前 还让齐斯给他做核磁共振 确定没事后 就让他赶紧出院 然而做过CT后 女院长发现 刘拉汉的手臂里有接骨钉 根本就不能做核磁共振 不然接骨钉 会被直接吸出来 他赶紧叫停了一切检查 还说没有病时 就不能再擅自行动 好斯当然不同意 甚至要做手术 取出接骨钉后继续检查 而福满自然就被派去 查找刘拉汉的身份线索 在刘拉汉的纸箱帐篷里 福满发现了一群蝙蝠 以及一叠画 好斯发现画上 是一起发生在费城的车祸 根据日期 他推测出 这是刘拉汉 在两年前十月份的经历 也正是那场车祸 让刘拉汉断了一只手臂 而取出的接骨钉上的序列号 也告诉大家 刘拉汉名叫马森 福满看过病史后 发现马森 居然对右旋糖甘铁过敏 之前他为了治疗马森的贫血症 就给他输了右旋糖甘铁 等助手没赶到病房 马森的脉搏几乎都没有了 其次赶紧给他做的心肺复苏 经过一分钟的抢救 马森的病情才稳定下来 随后又在马森的就医卡上 看到他因为肚子疼 预约了两次超声波检查 时间相隔十个月 不过马森只去了第一次 沃尔森看到预约的医师 是肿瘤专家 突然就想明白的 马森应该是去检查 卵巢肿瘤的 于是豪斯就让人去检查 马森的卵巢 而自己则坐在办公室 静静翻看马森的话 话里有一个叫费力的男人 但是并没有过多的身份信息 豪斯正跟沃尔森讨论的时候 女院长却带了两个实习生 让他叫 豪斯一阵头大 随后就把实习生发配去的病房 而歧斯这边 也在马森的卵巢里 发现了一个肿瘤 体积之大 几乎直接宣布的马森的死讯 就在大家一脸沮丧的时候 豪斯却乐观地觉得 这是个良性肿瘤 还开了药房 被派去注射药物的福满 真诚地跟马森道了歉 而马森也坦然承认 自己故意注射胰岛素 确实想混进医院睡觉 结果两人这说着 马森突然被外面的阳光 晃得病情复发 还一个劲地喊费力要害他 接着马森的体温飙到40多度 喝口水都觉得烫 丧气的福满 只好把这些报告给豪斯 还说按照症状 肿瘤应该是恶性的 结果刚说完 齐斯就屁定地走进来 塞给豪斯一张化验单 肿瘤是良性的 福满又错了 可是为什么 针对良性肿瘤的药物 会让马森难受成那样 发烫 肯定还有别的病因 于是豪斯小组 又进入了讨论时间 为了缓解发烧症状 其次建议先给马森兵语 可马森被放进浴池的表情 那叫一个痛苦 就像进了油锅一般 而马森的腰间穿刺结果显示 蛋白含量和白细胞数升高 看着就像脑膜眼 于是豪斯 就用上了头包取松 结果助手们走进病房一看 马森居然逃走的 墙上只留着他的一幅画 上面的女人 在对詹姆斯说再见 于是福满赶紧穿上外套出去找人 而他唯一知道的线索 就是华里住在斯隆港的费力 结果被女院长阻止 找人应该没人比警察快 而医生还有医生要干的活 没过多久 昏迷的马森就被警察抬进了医院 心率飙升到150 福满马上给他打了一针线杆 病情才暂时缓解 随后豪斯跟那枚警察聊起的天 并发现 警察对马森使用过电击棒 他赶紧跑去 检查马森被电击的大腿 结果发现 马森的大腿根本就没有直觉 而福满被咬过的胳膊 也没有直觉 局部性麻痹 光敏感 孔水 针剑剂无效 病因已经呼之欲出了 马森患的是无药可救的狂犬病 他被帐篷里的蝙蝠咬过 也没有在三小时内打针预防 直到真相的那一刻 福满又庆幸又难过 他决定帮马森找到詹姆斯 通过漫画 福满找到了马森的家 并在家里发现了一堆照片 原来费力是马森的老公 詹姆斯是他的孩子 爷俩均死于车祸 而马森就是司机 回到医院后 福满去病房探望 结果被临终前的马森 当作的詹姆斯 福满否认了 却骗马森说自己是费力 而他也原谅了马森的失误 那一刻 马森终于释怀 好了 这里是老请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16岁的凯斯 在女友的怂恿下 偷着父亲的车溜出去玩 结果兴奋过度 咳出的血 女友惊吓中 差点出了车祸 刚一个急甩停稳住的车 结果又被对面的货车撞倒 之后 凯斯就被裹成大粽子 送进了医院 虽然外伤很轻 但内出血 才是真正要命的 卡梅龙拿着病例 跑去找豪斯 而豪斯正忙着 让钥匙开指动片 结果指动片断货 还要一个小时才能送到 着急的豪斯 根本顾不上内出血的凯斯 无奈的卡梅龙 只好说出凯斯的情况 容血性贫血 结果 却把女院长吸引了过来 16岁的人 怎么可能患上容血性贫血 豪斯还在忙着 让女院长找指动片 便随口说 脑膜炎 或者人工心脏半膜 都会让人提前出现容血性贫血 但是这几种假释 凯斯一个都没有 于是 豪斯才好奇地接过病例 讨论之后 大家认为 病因可能是红斑狼疮 冰毒 感染 或者淋巴癌 豪斯听爸 决定去找沃尔森 讨论淋巴癌的事 累走前 还安排卡梅龙 去检查其他病因的可能性 不过豪斯 一出门就直奔药房 拿到指动片的一瞬间 豪斯好像一个十足的瘾君子 女院长看到后 好心劝豪斯 换种指动方法 结果被豪斯拒绝 无奈又操心的女院长 只好用不坐枕的条件 又或豪斯借药 当豪斯听到 一个月不用坐枕后 立马把药品扔给的女院长 与此同时 其次耗了凯斯 几根头发 化验毒性 但结果证明 凯斯根本没有碰过毒品 而卡梅龙也从凯爸爸那里 了解到凯妈妈死于一线癌 不过凯斯一直很健康 随后 福满检测出凯斯的抗核抗体呈阴性 而95%的红斑狼疮患者都呈阳性 最后大家只能怀疑 凯斯得了淋巴癌 但是取样检查后 沃尔森却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凯斯绝对没有患上癌症 虽然假设的一切病症都被排除了 但凯斯的红细胞数量还在下降 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正当助手们在病房外讨论时 凯斯突然大喊救命 他的左眼看不见了 福满检查后发现 凯斯的左眼视网膜有血栓 只有红斑狼疮的患者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鉴于5%的几率太小 豪子只好先以感染处理 还给凯斯开了抗生素 就在豪子说完后 发现门外有个美女 原来是吴尔森请来给他按摩的 开始豪子还觉得他像个妓女 但美女按摩师一上手 就把豪子按得舒服不已 注射完抗生素的凯斯 病情并没有好转 豪子决定加大剂量 虽然这会对肾脏造成一定损伤 但豪子已经顾不上了 就在这时 奇斯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他们可以从凯斯的眼珠里 抽出玻璃状液 待腾空视网膜周边 动脉扩张后 血栓就会自动游离开 豪子刚听完就抱怨奇斯 怎么不早点想到这个方法 最终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凯斯又恢复得势力 可就在女友跑过来庆祝的时候 凯斯突然吐了他一声 他的肝脏急速衰竭 几乎就要死掉的 豪子还当着凯爸爸的面 让凯斯回家等死 结果被愤怒的凯爸爸 骂了句瘸腿 事后 浮满十分怀疑 豪子的口出狂言 是因为没有吃止痛片 还说豪子已经变成了瘾君子 结果正好被豪子听到 卡梅隆赶紧转移话题 开始讨论肝脏衰竭的事 再加上内出血而咳血 这完全就是红斑狼疮的症状 可豪子却认为 红斑狼疮不会发病这么快 他们首先要排除物性肝炎 因为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 会让悟性肝炎患者死亡 于是豪子给凯斯使用了假强龙 还派卡梅隆去骗凯爸爸 但卡梅隆于心不忍 说了实话 还说凯斯可能患上了红斑狼疮 与此同时 受不了腿疼的豪子 开始以痛止痛 砸自己的手来转移注意力 直到骨折才感觉好一点 但他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完全骗不了威尔森 就在帮豪子包扎的时候 女院长赶了过来 凯爸爸暴怒后 向女院长告状 并坚持要以狼疮来治疗凯斯 豪斯当然不同意 凯斯的情况太差 连门都出不了 最终暴怒的凯爸爸 只能接受豪斯的治疗方案 但是还没等注射假强龙 凯斯就出现了幻觉 一个劲地喊着朱尔森的名字 清醒后又直肠大出血 凯斯却以为是自己尿了疮 还向卡梅隆道歉 之后凯斯就直接休克 血管噪音显示 是胃肠道大出血 而神经紊乱 也是狼疮的症状之一 但豪斯却把注意力 放在了朱尔森的身上 这让一旁的卡梅隆 气得够强 他觉得凯斯到了 现在不患肝 就活不了的地步 完全是豪斯害的 可豪斯依旧坚持 凯斯没有患上狼疮 事后 福曼偷偷溜去看豪斯 发现他都疼吐的 福曼担心 疼痛会影响豪斯的判断力 便从兜里掏出一瓶指动片 但豪斯还是坚持没吃 随后 他又跑去问凯爸爸 朱尔森是谁 原来那是凯斯养的猫 一个月前就老死的 而豪斯 却让福曼和奇斯 去挖猫的尸体 经过一夜的折腾和解剖 最终发现了真正的病因 就在凯斯被推上手术台换肝时 豪斯直接冲了进去 说凯斯是急性张脑中毒 他的肝是健康的 因为他在猫的胃里发现了 驱出白蚁的张脑筋 张脑筋升华后含有脂容性气体 进入人体 就会躲在脂肪细胞里 赖着不走 车祸后的凯斯 吃不进东西 只能消耗脂肪 于是耐气体随之扩散 造成了中毒 其实只要他开始吃饭 病自然会好 但是主刀医生 根本不听 群急之下 豪斯吐了口水 污染了手术装备 得知消息的凯爸爸 上来就这一拳 可豪斯却站起来说 手术要14个小时 凯斯根本撑不到那时候 无奈的凯爸爸 只能相信的豪斯 吃过饭没多久 凯斯就恢复得健康 最终 豪斯被证明是正确的 同时 这也让豪斯想通了 上班挣钱买药吃 天经地义 他又开始吃止痛片了 放学后 盖布跟同学一起去的秘密基地 这是一个正在待收的老房子 进门的时候 激动的盖布摔了一跤 划伤了胳膊 引得几个小伙伴纷纷嘲笑 接着 他们就拉着手玩起了笔仙游戏 笔仙笔仙 会不会有人在今年倒大美 下一秒 笔仙回答 是的 孩子们又问 会是谁 笔仙直接指向了盖布的名字 盖布当时就被吓懵了 直到第二天 盖布突然凶脉咳嗽 瘫倒在地上 医院里 女院长检查完盖布的身体后 发现她的血氧浓度下降得很快 还起得疹子 这说明盖布患得不是肺炎 好子听完病况后 立马就接下了病例 小组讨论中 卡梅隆认为是真菌性肺炎 齐子却认为是被狗兜子咬了 而福满认为是医院体肺炎 结果刚说完就被卡梅隆否定 医院体肺炎靠性传播 盖布才12岁 怎么可能 最后也没讨论出什么结果 而豪子决定先注射投包 并重点检查盖布的疹子 但是抽疹子中的农业时 盖爸爸却一个劲地叨叨没完 其次嫌大烦 便借口做检查带走的盖布 两人独处时 盖布说出了昨天的经历 甚至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命 毕竟比先也说了 他今年会倒大美 其次安慰他 楼上一个重症患者也叫盖布 那只是一个人吓人的游戏 接着 齐斯得知的盖布 在秘密基地摔跤的事 于是齐斯决定去一趟秘密基地 结果还没出门 就碰上了从澳洲而来的齐爸爸 齐爸爸看见儿子那是一脸激动 可齐斯却冷漠无比 连招呼都不打 就匆匆地离开了 一旁的豪子都看懵了 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剧本 没多久 齐斯就从秘密基地带回的样本 由于助手们见识段 讨论不出样本的材质 豪子便亲自上阵 一眼就看出那是瘦毛 再根据盖布目前的病症 豪子怀疑 可能染上了碳菊 需要用抗生素 左眼扶杀星 就在齐斯解释病因的时候 他又被盖爸爸质疑的 盖爸爸在网上查了好几天资料 怀疑是历史慢病和私重病 齐斯听罢 一脸不可思议 这俩可都是亚洲的传染病 盖爸爸从哪里知道的 盖布又没出国 还没等他想明白 盖布又因抗生素过敏 喘不上气的 福曼着急忙慌地给盖布插氧气管 却始终插不进去 眼看盖布就要不行了 齐斯才决定直接割开气管 结果在最后一秒 福曼搞定了 随后 豪子询问了临床经验丰富的齐爸爸 齐爸爸觉得 盖布患的不是碳菊 而是肉状瘤 因为皮疹变黑 坏死 才是碳菊的症状 而盖布身上只是红通通的一片 虽然齐斯坚持是碳菊 可没人听他的 豪子最终决定 采拿齐爸爸的推测 给盖布注射假安谍令 结果 凡人的盖爸爸又不满意的 不满意对医生 至今都不能确诊盖布的病因 于是他又跑去找豪子理论 还说自己给医院捐的钱 必须确保他的儿子没事 结果豪子理都没理他 因为盖布的病情又恶化的 皮疹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后背上 齐爸爸觉得 盖布的自身免疫出了问题 在给他注射环林鲜案后 皮疹才消下去一半 可齐斯还是执拗地认为齐爸爸错了 还跑去质问他 来医院到底要干什么 齐爸爸说他想儿子的 可齐斯一点也不相信 自从15年前 他抛弃妈妈离开家后 齐斯就再也不能原谅他的 而机智的豪子 也一早看穿了一切 他发现齐爸爸的脖子下 有个小蓝点 那可是做完放疗之后留下的 而齐爸爸也终于说出了 自己是肺炎晚期 生命只剩三个月 但是他并不想把这些告诉齐斯 此时的齐斯还在寻找盖布的病因 结果他刚给盖布递了杯水 盖布就发现自己的手不能动了 紧接着病情继续恶化 豪斯只好让人赶紧给盖布做脑部扫描 查病因 然而扫描后也没找出任何病因 这时齐斯提到了盖爸爸说的 丝虫病和历史慢病 再加上盖爸爸说的 碗管综合症 豪斯忽然就顿悟的 之后他去了趟病房 询问盖爸爸什么时候去的亚州 可盖爸爸死活不承认 最后还是豪斯用盖布会死吓唬他 盖爸爸才承认 他在印度求佛待过两年 因为一事无成 一直怕丢人 所以才对家人隐瞒了这件事 躺在病床上的盖布都震惊了 盖爸爸还一直骗他说 自己是空军试飞员的 还没等盖布一家人 从这件事缓过来 豪斯那边已经确定了真正的病因 盖爸爸在印度染上的麻风病 碗管综合症其实是误诊 而盖布也被他传染 自身免疫系统被破坏后 盖布才会被探拘轻而易举的感染 随后 豪斯让卡梅隆给一个麻风隔离所 打电话拿药 然后就跑去找齐斯单聊了 豪斯本想劝说齐斯和齐爸爸和好 可齐斯说的很多 自己对齐爸爸的失望 豪斯反而说不出口了 他只能看着执拗的齐斯走出办公室 不过齐斯最后还是顿悟的 他在照顾盖布的时候 看见小男孩死活不愿意原谅盖爸爸 便告诉盖布 其实盖爸爸很爱他 亲人就是这样 无论对方做什么 你最后还是会爱着他 说完这句 齐斯自己也愣了一下 于是下班后 他就去找了齐爸爸 而此时齐爸爸已经准备打到回府 正准备打车去机场了 齐斯倒也是无所谓 还说自己明年秋天就会回澳洲 可他不知道 齐爸爸已经等不到那时候了 可齐爸爸什么都没说 只是微笑着和儿子拥抱道别 好了 这里是老简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卡丽是一个化妆品公司 叱咤风云的女强人 这天开会时 突然就腿疼得厉害 还腾出了一身汗 尽管这样 卡丽还是坚持开完会 才去医院报道 也许同是腿疼的原因 豪斯成了主治医生 但卡梅隆却怀疑 卡丽和豪斯一样 都是因为腿部有血栓 即使福曼提出异议 也被卡梅隆强制性否决 豪斯在一旁看着 突然觉得卡梅隆有点强势 但他还是按照卡梅隆的建议 让卡梅座的血管造影 为防止万一 还加上了脊椎核磁控阵 以及腿部活节 与此同时 医院迎来了 一亿美元的 癌症专项捐款 按照规定 捐助者沃格勒 将成为医院的董事长 但就在沃格勒 参观医院的时候 不穿工作服的豪斯 引起了他的注意 女院长赶紧帮豪斯 打了掩护 然后悄悄跑去通知豪斯 穿上工作服 豪斯正在给一个小孩治疗 但他却对小孩的爸爸起了兴趣 无论他怎么吓唬 爸爸都默不作声 据孩子说 爸爸一年前做的膝盖手术 结果影响的声带 从此不能发生 很明显 这是一个怪病 哪有膝盖影响声带的 对于女院长的警告 豪斯自然不在乎 只说官僚的沃格勒 会毁了整个医院 直接将女院长气走了 福满检查卡梅的血管后 没有发现血栓 并通知他回家 结果卡梅又腿疼了 由于现有的检查没有问题 豪斯只能寻求 癌症专家乌尔森 乌尔森怀疑 是原发现骨癌 就给卡梅做了骨扫描 之后他又劝豪斯 在新董事长面前 应该收敛一点 毕竟只有这家医院 可以认豪斯调解病例 可是豪斯依旧不上心 心里只有那个哑爸爸 于是 豪斯找到了 给哑爸爸做手术的医生 医生说 做完手术后 哑爸爸的脑部一点异常都没有 但就是发不出声 为此 医院还赔了他一百万美元 豪斯一听就明白的 他直接给哑爸爸 注射了一针肉毒杆菌 这东西 可以治疗静磷性失声 但是哑爸爸还是不肯出声 直到豪斯说 他会保密 一百万也不会因此被药回去 还告诉他 要是能说话 就眨两下眼睛 于是 哑爸爸就偷笑着眨了眨眼 另一边 沃尔森完成的检查 还是没有查出病因 既然不是骨癌 那就是结肠癌 可卡丽 宁死都不做肠镜 嫌赤身罗里太丢人 沃尔森只好安排了 不用脱衣的虚拟检查 虽然价格高 但卡丽又不缺钱 可结果 卡丽的结肠也没问题 就在豪斯也纳闷时 却发现 奇思做的血管噪影报告有问题 他居然给卡丽做了 两只左脚的噪影 气到豪斯怒对奇思一顿 又安排浮满重新去做一遍 就在做噪影的时候 卡丽出现了胸疼的症状 他的肺部充满了肌液 紧急排除后才好了一点 而且卡丽的右脚也没有血栓 三个完全不相干的症状 让豪斯陷入的沉思 随后他推翻了所有的想法 开始研究卡丽的精神问题 因为他发现 卡丽的腿上有自虐的痕迹 于是豪斯跑去告诉沃尔森 卡丽需要心脏移植 但沃尔森询问原因 豪斯又死活不说 直到卡丽带来肺部肌液的化验结果 才确定卡丽确实需要心脏移植 随后 豪斯跑去告诉卡丽移植的是 顺便揭穿了卡丽 是暴食症的真相 原来卡丽对外在形象极无注意 又不愿暴露暴食症 更不愿长胖 就偷吃了土跟糖浆来催吐 而长期服用土跟糖浆 会影响腿部 甚至损害心脏 一个小时后 移植委员会对卡丽的病情召开审核会 并确认她确实需要一颗心脏 但暴食症是严重的精神问题 和自杀是一个级别 而且卡丽是自己催吐 才搞得心脏受损 光是审核病因这一块 她肯定过不了 而豪斯若想帮她隐瞒病因 被发现后就会丢掉饭碗 豪斯之所以来病房 就是想看看她 有没有想活下去的意愿 值不值得豪斯帮她一次 面对豪斯的质问 一向淡定的卡丽哭了 她不想死 她想活着 于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豪斯撒谎去的 作为豪斯的老友 沃尔森自然晓得豪斯在撒谎 但她还是投了同一票 单纯问了友谊 很快卡丽就成功完成了移植手术 与此同时 骑斯却越想越不对劲 如果豪斯比他们先发现病因 肯定会藏不住的炫耀 而卡梅隆一如既往的力挺豪斯 觉得豪斯怎么做都没错 可不幸挟着骑斯 竟跑去翻看了卡丽的包 土跟糖浆就这样被发现了 卡梅隆正在劝豪斯 应该安慰一下做错事的骑斯 结果被豪斯批评太强势 卡梅隆一脸无奈地说 自己只是害怕被人忽略 结果豪斯却说 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啊 卡梅隆期待地问 豪斯是不是也喜欢我呢 结果豪斯冷不丁地说了一个不子 卡丽清醒后 豪斯特意给他带了一颗炸鸡 卡丽好奇地问 为什么要帮他 豪斯说 因为你是我的病人 吃好病人后 豪斯正在办公室 听着音乐独自happy 结果沃格勒就炒上门 还拿出的土根糖浆 豪斯只好假装自己不知道 但在对方的逼问下 他很快就装不下去的 甚至直接了当地说 既然两人互不喜欢 不如当彼此不存在好了 要开除豪斯 还得经过董事会 女院长和乌尔森肯定不同意 于是沃格勒 战甩一句话 开除女院长或者乌尔森 还是很简单的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黑帮首领乔伊 作为证人 正在为出庭做准备 联邦调查局 也对他开启的证人保护 但他的律师弟弟 却对他作证的事很有意见 他不相信联邦调查局的保护力 非常害怕乔伊被报复 而乔伊根本没把比尔的话 放在心上 坚持要出庭 乔伊借口去厕所 但刚站起来 就突然晕了过去 豪斯被法院指定为 乔伊的主治医生 乔伊此时还在昏迷中 对任何物理刺激都没有反应 就在豪斯做进一步检查时 却碰上了一脸不善的比尔 两人走进电梯后 比尔不仅要求豪斯治好乔伊 还不让乔伊出院 因为他需要时间说服乔伊不出庭 面对威胁 豪斯也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还真是黑帮的呀 核磁公正后 发现乔伊的脑袋里有血肿 导致颅内压升高 从而昏迷 卡梅隆看完乔伊的病例 发现他在96年的时候 被撬棍击中过脑袋 福满建议 开炉清除血肿 结果刚说完 乔伊就醒了 三哥住手间对方没事的 又建议他出院 可豪斯一想到比尔的威胁 只能决定让乔伊留院观察 随后 豪斯就坐枕去了 小患者因鼻腔有义务 而不停地哭闹 豪斯检查完毕后 直接从宝宝的鼻孔里 揪出一个玩偶 可他放下玩偶 就接到了乔伊的出院通知 是沃格的联系司法机构 强行把乔伊送走的 豪斯一脸纳闷 沃格的怎么知道乔伊的事 三哥住手面面相去 也不知道是谁通的风 报的信 无奈 豪斯只能亲自去找沃格的 可还没说几句 又接到的信息 两个小时前出院的乔伊 又因为呕吐昏迷 被送进医院 而昏迷呕吐腹痛 正是饼干的症状 还发现 乔伊血液里的磁性激素偏高 很明显 这是慢性病的特征 但乔伊这次发病 却是急性的 豪斯只能先让助手们 做一下肝脏活检 之后单独拉走福满 让他退出乔伊的治疗 福满却误以为 豪斯以为他是告密者 而豪斯很确定地说 福满谨小慎微 肯定不是告密的人 但沃格的说不准 辉认为豪斯把福满当成了告密者 所以豪斯要演一场戏 齐斯去跟比尔解释病因 提到饼干可以靠体液传播时 比尔突然不乐意的 他第一次听别人说 他哥是同志 这要是传出去 还让乔伊怎么做黑帮大哥 于是他二话没说 就给了齐斯一巴掌 还警告齐斯不许按饼干治疗乔伊 随后 比尔又去找豪斯 豪斯说 自己不会把饼干写进病例 比尔才同意治疗 还偷偷送了豪斯一辆红色敞篷车 作为答谢 豪斯也不拒绝 因为他不觉得这是贿赂 因为他根本没向比尔伸手药 与此同时 沃格的正在逼女院长 查找豪斯的医疗账单 发现豪斯在医院八年了 居然没挣到什么钱 商人的本性让沃格的十分想开除豪斯 可女院长拼了命的想留住人才 因此也被沃格的怀疑 他喜欢豪斯 另一边 乔伊出现了肝脏内出血 淋巴细胞性轻润的症状 这一切都表明 乔伊不是慢性病肝 由于乔伊是黑帮 豪斯只能怀疑 有人给乔伊下了毒 可是检查结果至少要四个小时 而乔伊的肝脏只能撑两个小时 更别说寻找移植的肝源了 最后 豪斯让人牵来的一头猪 猪的肝脏可以代替乔伊清洗血液 干净的血流回乔伊体内后 医生就有足够的时间查毒的 随后 豪斯又发现 乔伊有十几年的抽烟室 两周前才开始戒烟 而戒烟堂里还有柴虎 很明显 乔伊是吃了太多的柴虎 再加上之前治疗饼干的干扰素 这才中了毒 停了干扰素 乔伊也清醒了 豪斯刚放松一下 就得知女院长被逼查账单的事 于是豪斯穿上白大褂 去搭救女院长 结果女院长知道了 豪斯隐瞒饼干的事 此时又一条信息发来 乔伊又昏迷了 不是饼干 不是中毒 磁激素依旧居高不下 众人只能怀疑 乔伊的基因有问题 而豪斯却在想 究竟是什么病 能让磁激素飙升 之后他在门诊 又遇到的小宝宝 还从宝宝鼻子里 取出的一辆消防车 看着之前取出的警察 消防员 豪斯忽然觉得 也许宝宝的病因很简单 他就是单纯的 想让这些玩具 救鼻子里的另一个玩具 最后 豪斯又从宝宝的鼻子里 吸出一只玩具小猫 果正如此 宝宝动用的警察 消防车 去救小猫 这件事 也给了豪斯新的启发 乔伊就是单纯的 吃的雌激素 而其次却告诉豪斯 乔伊清洗后 只吃的土豆牛肉和鱼条 豪斯这一下就顿悟的 他跑去告诉比尔 乔伊有氨基转移酶缺乏症 只要吃了大量蛋白 就会发作 不过这种病 不会影响人体激素水平 乔伊还吃过一种草本春药 春药导致的雌激素的飙升 现在只要停药 乔伊就会好 但是如果豪斯判断错误 停药就会害死乔伊 比尔也犯难的 同一停药 就承认哥哥是同志 可不停 他又怕哥哥死掉 犹豫的半天后 比尔还是无奈的同一的停药 之后没多久 乔伊就醒了 看着恢复健康的哥哥 比尔激动的无话可说 但他也不再纠结同志和出庭的事的 只要哥哥活得开心就行 乔伊看着比尔也是一阵感动 兄弟俩和好后 豪斯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沃格的想裁掉整个办公室 女院长好说胆说 才允许豪斯留下 不过条件是 他必须解雇一个助手 然后带着另外两个 在每个月多做六个小时的门诊 杰西是个胖胖的小姑娘 但因为胖 同学们都嘲笑他 不跟他玩 因此 杰西很抗拒去上学 可杰妈妈 一直认为他很漂亮 好说好劝 杰西才答应下来 也就是这天 他在学校跳绳的时候 突发心脏病 直接晕了过去 卡梅隆拿着杰西的病例 来找豪斯 而豪斯 正被女院长发最后的通牒 让他一星期之内交出解雇的人选 豪斯心烦得很 不想搭理卡梅隆 但是听到杰西才十岁 就患上了心脏病 豪斯就好奇了 于是小组开始的讨论 其次觉得 杰西是因为嫌自己胖 想服毒自杀 所以导致的心脏病 卡梅隆却说 杰西疲劳 肌肉疼的病症 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绝对不是一时想不开 服毒自杀 最后大家一致推理得出 杰西是X综合症 得到这种病的人 对胰岛素没反应 体内会堆积过多的糖 最终导致肥胖 血压升高 以及心脏病 于是豪斯派助手们 就给杰西做高胰岛素 正常血糖前颊检测 并顺便通知了他们裁员的事 福马根本就没当回事 他觉得这就是豪斯 想出来泄动他们的套路 而卡梅隆也觉得 大家此时更应该团结 可其思却呈相反意见 随后豪斯去了趟门诊 这次来的是个女患者 豪斯看了一眼 他的体型就觉得他怀孕了 可女患者却说 丈夫早做的结扎 而且他怀疑豪斯在歧视胖子 豪斯只能赶紧承认错误 并给女患者安排的抽血手术 结果出来后 女患者还真不是怀孕 他肚子里长了一个 30磅的良性肿瘤 于是吴尔森就上线 给女患者安排手术 结果女患者怕刘八 不能穿比基尼直接拒绝的 然而女患者的丈夫却很担心 事后跑去求豪斯给妻子做手术 甚至还拿出了 六个孩子的照片求情 结果豪斯发现 孩子们的眼珠颜色 和丈夫的不一致 六个里面 起码有两个是女患者出轨生的 可豪斯又不能明说 只能暗暗骂道 男人都是猪 于是他又去了趟门诊 找女患者 揭穿了他出轨 并且怕手术留八会导致被情人嫌弃的事实 不过豪斯也在最后安慰女患者 网上多的是男人 或有人喜欢伤疤的 女患者这才同一的手术 而卡门隆这边 在给杰西做检测的时候 杰西出现了低血糖症状 直接暴怒到一边挣扎 一边骂人 福满只好给他注射的症进剂 而且妈妈也开始对医生们产生不满 豪斯只好赶来把助手们带走 随后他们又开始针对暴怒 展开了新一波讨论 齐斯觉得是血栓 可卡门诺却觉得 十岁的孩子不会有多发性血栓 两个人针锋相对地吵了一架 就连福满都看得出来 齐斯很害怕被解雇 豪斯最后总结了一下 猜测杰西可能吃的某种减肥药导致的血栓 于是他让卡门诺和齐斯 分别给杰西注射甘素和华法令 防止再次栓色 而福满去找减肥药 随后福满去了趟学校 查访了杰西的一帮衣学习搭档 而搭档也说自己确实见过杰西吃减肥药 于是福满跑去找杰西询问 小姑娘承认自己从药店偷减肥药吃 而他只是想瘦一点 好融入大家 福满看着流泪不止的杰西 也是一阵心酸 与此同时 沃格勒也开始的搅乱豪斯小组的行动 他跑去找卡门龙聊天 还假惺惺的说如果卡门龙被解雇 他会帮助卡门龙 而卡门龙只是面无表情的说了个谢谢就离开的 豪斯小组确实的减肥药的时候正在商量对策 结果杰西就出现了胸部皮肤坏死的症状 而减肥药肯定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豪斯开始怀疑卡门龙犯了错 把华法令当甘素给杰西注射才导致的坏死 卡门龙欲变无言的时候 齐斯却在一边落井下石 出门后卡门龙又跟齐斯吵了一架 还说出了沃格勒要帮他的事 结果被豪斯看到后 两人一起被骂了一段 直到沃格勒去找卡门龙的事后 齐斯偷偷溜进了沃格勒的办公室 他一直为沃格勒提供消息 上一集就是齐斯泄的密 沃格勒要帮也得帮他才对 可沃格勒完全一副翻脸不认人的表情 而豪斯也单独去找了卡门龙 卡门龙坚持自己没打错药 还越说越愤怒 豪斯只好赶紧转移话题 询问如果让他解雇 他会选择谁 卡门龙说他谁都不会解雇 大不了大家一起降薪加班 于是豪斯就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沃格的 没想到这个大黑胖子根本不同意 还说他要求裁员就是在考验豪斯的服从性 气得豪斯直接掉头离开 与此同时杰西的病也越来越严重 如果再不进行胸部切除手术 坏死的皮肤就会穿透腹壁要了他的命 而杰妈妈知道女儿即将被切除乳房后 也是一脸的伤心难过 手术前 豪斯默默地站在病房外 注视着杰西母女 那一刻他在想 也许卡门龙确实没犯错呢 也许确实不是划法令导致的皮肤坏死 于是他马上让身后的骑斯和福满想病因 结果福满说杰妈妈很高 杰西的病例上显示他爸爸一米八五 可杰西却又矮又胖 唯一能解释的就只有酷心病了 酷心病还会引起高概血症 和华法令一样会导致皮肤坏死 紧接着豪斯就给杰西安排了核磁控诊 福满还真在脑下垂体发现一个肿瘤 而这正是导致酷心病的病因 于是杰西被火速送上了手术台 肿瘤摘除后 杰西很快恢复得健康 几天后就瘦成了又高又漂亮的小姑娘 而豪斯也做出的最终决定 他要解雇其丝 不料沃格的却非要留下其丝 让豪斯另外选一个 不然就解雇整个办公室 参议员怀特在竞选总统演讲时 身体出现了状况 他极力支撑最后还是吐得一地晕了过去 医院内沃格的命豪斯为怀特诊治 如果治好了就不用再解雇助手 豪斯欣然同意后 沃格的又变本加厉 要求豪斯参加全国心脏病学会议 为沃格的新药打广告 作为知情人 豪斯知道这是新瓶装老酒 换汤不换药 虽然价格翻了好几倍 但为了自己的跟班们 豪斯还是同意的 福满枕至怀特时发现他的舌头上有个疤痕 怀特解释 那是他六岁时不小心跌倒咬伤的 尽管伤口让他说话结巴 但他还是努力抗争 直到现在可以利缩地做演讲 豪斯听完如此励志的故事 突然觉得太胡扯的 毕竟政客都喜欢这样 紧接着福满发现怀特右腿没有膝跳反射 这说明他的大脑出了问题 于是豪斯安排了核磁控阵和腰椎穿刺 最终在脑部的布罗卡区发现了一个阴影 豪斯二话没说就安排了开颅手术 手术前 豪斯去了门诊 这次来的女患者下体流血不止 豪斯检查完发现 女患者流过产 可女患者说 她一年前和丈夫离婚后就没有性生活了 尽管丈夫就住在楼下也有复合的意图 可女患者不愿意 豪斯却坚持 女患者在撒谎 啥都没说就离开了门诊 结果刚出门就碰到的女院长 女院长担心开颅手术会损伤参议员的神经 直接叫停的手术 还跑去和怀特解释 想让她自己做选择 而最后 怀特还是同意开颅手术 开颅结果表明 怀特感染了常见的公形虫 吃的不熟的肉 或者摸到猫屎都可能染上 想治疗很容易 但是大脑内染上公形虫 就不易的 这说明她的免疫系统已经废了 应该是得了艾滋 怀特一天就急了 心事淡淡地说 自己绝对不会感染艾滋 还让豪斯去做匿名病毒测试 与此同时 卡梅隆和齐斯 发现了豪斯要给沃格勒打广告的事 卡梅隆很感谢豪斯 可豪斯坚决不承认 他是为了福曼和卡梅隆 只是一个劲地催卡梅隆去做病毒检测 流产女患者又来检查身体 她脖子上出现了奇怪的瘀青 还认为自己得了白血病 可豪斯觉得那就是吻痕 于是她给女患者做了检测 想看看她 是不是被人纳傻了 结果当然是没有 女患者最后说 自己每次睡醒就很疲惫 于是豪斯怀疑她梦游的 并安排女患者住进了睡眠观察室 结果显示 女患者还真是梦游症 豪斯推断 她睡着后跑去找了前夫 女患者一听就气得要死 可豪斯却一针见血 戳破了女患者的心思 不是余情未了 怎么会在睡着后 禁止走进前夫的家呢 随后 怀特的检测结果也出来的是阳性的 可怀特坚持 自己不是同志 也有固定的女友 于是豪斯决定 去查访这个固定的女友 可怀特相信 女友没问题 因为她是个重新真善美的人 豪斯被怀特的话打动 最终决定再为怀特检查一次 结果发现 第一次的结果是假阳性 怀特没有爱子 怀特听后就笑了 可豪斯却不认为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怀特的身体还在恶化 他却找不到病因 豪斯又让助手们给怀特做全身检查 沃尔森却觉得 豪斯的举动很奇怪 豪斯就不是那种轻易相信病人的人 这次怎么会相信怀特呢 只能说明 豪斯被单纯善良的卡梅隆影响了 豪斯反问沃尔森 为什么不去追卡梅隆 沃尔森借机忽悠豪斯 他确实在追 结果豪斯的表情立马变了 沃尔森发现不对后 直接大笑着走开了 怀特的全身检查结果出来了 淋巴有种大异常 豪斯又安排浮满检查怀特的淋巴 结果女院长和沃格勒 都踩着点跑来了 豪斯则找来奇思丹鸟 他早就觉得告密者是奇思 没想到奇思也直接承认了 仗着沃格勒的保护 他算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 而豪斯还要为广告词烦恼 沃格勒给了他14张大叶纸 这要是全讲完 观众不得睡着了 可沃尔森却安慰他 做好事就做到底吧 毕竟打完广告 两个助手就会没事了 与此同时 浮满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怀特的淋巴没有事 豪斯正好怀疑是毛细胞白血病 想给怀特安排脾脏活检 趁检查的功夫 豪斯偷偷跑去找卡梅隆 他想问明白 卡梅隆到底喜欢他哪点 结果卡梅隆却反问豪斯 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 豪斯沉默着被尬走了 怀特这边还没做脾脏活检 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新症状 之后 浮满又被安排 给怀特检查 承认是T细胞病毒 结果却在检查单上 发现怀特的EB病毒检测称阳性 于是豪斯直接跑进病房 拔了怀特的氧气罩 逼问他 是不是因为癫痫咬过舌头 甚至吃过治疗癫痫的本妥因 怀特还想继续骗豪斯 是玩秋千摔的 结果缺氧缺的难受 只好承认了 本妥因和EB病毒的共同作用 会引发常见变异型免疫缺陷病 公开演讲的压力会催坏病情 不过这种病 免疫球蛋白就能治好 找到病以后 怀特很快就痊愈的 随后 豪斯也开始了他的广告时间 当着沃格勒的面 执念的题目就下了场 沃格勒赶紧拽住他 继续用浮满和卡梅隆威胁 豪斯气不过 直接戳穿了新药的底细 以及沃格勒的商人本性 几个助手坐在台底下 都懵了 当晚 卡梅隆去了豪斯家 他决定主动辞职 顺便讲到自己喜欢豪斯的原因 豪斯做好事 并不是想帮别人 而是因为他只想做对的事 不过鉴于豪斯 对这份感情一直没回应 所以卡梅隆决定就此离开 怀孕28周的内奥米和丈夫开车出去玩 结果突然失神 差点出了车祸 夫妻俩更停在路边 就被交警拦住 交警怀疑内奥米喝酒 并准备检查酒驾 结果内奥米直接倒在地上 检查过后 内奥米的肝和肾出了点问题 见内奥米害怕保不住孩子的叫醒样子 福满特意安慰的喜剧 出到病房后 他就赶紧拉着奇斯去找豪斯 而豪斯正躲在茶水间睡觉 豪斯被叫醒后 接过病里 发现39岁的内奥米 服用过治疗失禁的药 之前还有过三次流产记录 血尿氮素和基酸甘值都很高 奇斯想都不想 就觉得内奥米是子嫌前妻 可福满却说内奥米的血压正常 豪斯只好猜测是妊娠免疫疾病 并安排福满给内奥米做超声检查 顺便服用美防止子嫌前妻发作 做超声波的时候 内奥米吃了一片梨 突然被噎住 差点死掉了 抢救之后 内奥米发现 他已经不能正常吞咽食物了 此时豪斯还在门诊室 这次的患者是个得了肺炎 体重还低于同龄人的小婴儿 豪斯询问了婴儿的进食 发现他父母都是素食主义者 只给孩子吃蔬菜和豆腐 于是豪斯安排婴儿住院 抗生素治疗肺炎 静脉注射营养剂恢复体重 从门诊出来后 豪斯偷摸回了办公室 结果正好碰到了沃格勒 沃格勒对他的广告相当不满意 已经不满足于开除卡梅龙 他想让豪斯主动辞职 可豪斯的反应 是后悔让卡梅龙离开 根本就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 给福满奇斯开会的时候 豪斯安排了内窥镜和严检检查 结果正说着 被沃尔森叫的出去 沃格勒要召开董事会议 开除豪斯 可豪斯一点都不担心 毕竟要撤销他的任期 得全票通过 沃尔森和女院长肯定不会同意 之后 豪斯又跑去查看小婴儿的病情 结果警察直接冲了进来 以虐待婴儿使其挨饿的罪名 把婴儿父母给逮捕的 而叫来警察的人 这是女院长 豪斯跑去找他理论 可女院长却说 他这么做是在保护豪斯 毕竟婴儿的父母 确实有虐待行为 豪斯包庇他们就是错 如果被沃格勒知道 肯定又要做文章 其次 给内奥米做完内窥镜后 发现他的喉咙里有肿胀 X光显示 内奥米的肺部还有阴影 经吴尔森认证 内奥米是得到小细胞肺癌 而这种癌症 是恶变最快的 5年存活率 只有10%到15% 而内奥米现在进行放疗 还有机会活命 可放疗的话 就必须先把孩子PO出来 28周的胎儿 存活率高达80% 可内奥米却要再等一周 因为29周之后 存活率又会提高10% 沃尔森当然不建议这么做 推着一周 内奥米很可能会变成 小细胞肺癌中期 那样的话 最多只能活6个月 可内奥米依旧无视 他的警告 以及丈夫的哀求 从病房出来后 沃尔森赶紧去开董事会 令他没想到的是 除了他 所有人都同意解雇豪斯 包括女院长 因为沃格都说豪斯不走 他就会带着一亿捐款离开 豪斯的解雇没通过 气急地沃格了 又召开了解雇 沃尔森的会议 沃尔森被赶出的会议室 这时 豪斯也在为内奥米的病情 急着找他 结果一出门 就碰到的婴儿父母 他俩被保释了 婴儿的妈妈说 他们的水埔绝对没问题 因为他叔叔就是营养学家 豪斯这才觉得不对 给婴儿预约的断层扫描 之后去找沃尔森 发现他正在收拾东西 生气的沃尔森把一切 都怪在豪斯的广告上 豪斯自知理亏 也没敢多说话 不过 他还是想救内奥米 沃尔森了解后 也只能笑着同意帮忙 为豪斯引荐了 癌症界的老医生 给内奥米做实验性治疗 不过豪斯隐瞒了 内奥米怀孕的事 随后 豪斯又赶去病房 他已经给内奥米 安排了下午的 剖腹产手术 结果内奥米哭着说 他们都不了解 养活一个生病的孩子有多难 豪斯立马起的疑心 把内奥米老公赶出病房 质问内奥米 是不是之前生过孩子 内奥米承认呢 18岁时 他跟前夫生过一个女孩 可孩子体弱多病 没活过两岁 这也是他 坚持保护胎儿的原因 豪斯并没有为故事感动 他还指责内奥米自私 只想找死 况且医院 有最先进的新生儿产房 母子俩都有可能活下来 无奈的内奥米 最终同意的剖腹产 结果内奥米刚被麻醉 沃格勒就打来电话 叫停了手术 他觉得内奥米身体条件不好 在他身上做实验 也是浪费钱 欺诈的豪斯跑去理论 结果沃格勒却说 今晚会重开董事会 开除豪斯 内奥米清醒后 出现的急性肺水肿 随后被紧急推上的手术坛 大人和小孩 只能二选一 而丈夫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内奥米 手术还是出了问题 内奥米腹部内出血 血氧持续下降 眼看就要不行了 豪斯只好劝他丈夫 同意剖腹产 无奈之下 丈夫只好同意 开儿被救出来后 内奥米也失去的心跳 事后 豪斯去找女院长 女院长还以为 她是为内奥米的事 结果豪斯拿的是 肺炎小婴儿的CT CT显示 婴儿患有先天性胸腺 发育不全综合症 胸腺几乎萎缩到没有 所以才导致的体重下跌 婴儿父母是被女院长冤枉了 接着安顿好婴儿的治疗 豪斯扭头就走了 他几乎已经认定 自己会被解雇 可这件事 让女院长有的新想法 他在会议上反对解雇豪斯 指责沃格勒专心独断 董事会不是沃格勒的私人财产 他也不会再受金钱的摆布 说完 女院长就离开的会议室 丝毫不管沃格勒 会不会连他也开除 不过这番话 也让董事会清醒了 沃格勒被赶走后 豪斯拉着大家喝酒庆祝 可女院长却痛心疾首地表示 豪斯这一辈子 估计也赚不回一个亿的 12岁的玛丽 正准备跳水比赛 他自信满满地跃进水池 自认为完美无瑕 结果浮出水面 却发现裁判耳膜出血 直接晕了过去 此时的豪斯正站在卡梅隆家门口 他本以为沃格勒离开了 卡梅隆该回来了 但卡梅隆得知 豪斯不承认想他的 就立马拒绝的 回到医院 豪斯发现院内爆满人群 原来是裁判 得了高传染性的细菌性脑膜炎 赛场的2500人都来医院检查 确认没事的 会拿着蓝纸条离开 发烧的 就会拿着黄纸条到二楼诊治 豪斯本想偷懒离开 却被女院长强行抓得撞钉 没多久 豪斯就检查到的玛丽 玛丽的身上起的红疹 已经一个礼拜的 而且她脖子疼得 无法左右扭动 却能上下点头 豪斯觉得不对劲 便拉着奇思和富满讨论 玛丽患得肯定不是脑膜炎 否则活不到一周 女院长又看到豪斯不检查病人 还以为她存心偷懒 但是听完病情后 还是给了豪斯一个小时 继续检查玛丽 随后 豪斯安排福满 给玛丽做腰间穿刺 并让奇思寻找 所有能导致脖子疼的病因 奇思当时就叫苦连天 可谁让她之前告了命呢 然而病房爆满 福满根本排不上 她只能拉来一张推床 给玛丽做穿刺 福满还被人群撞了一下 差点失手 顺利做完后 玛丽就被别的医生 赶到的沙发上 穿刺后的病人不能移动 福满也没办法 只能向玛丽道歉 就在这时 她又发现玛丽满嘴都是血迹 洗胃结果表明 玛丽有内出血症状 为了找准出血位置 奇思直接在走廊里 给玛丽做的内窥镜 结果啥也没找到 于是 她又给玛丽服用了内镜胶囊 最终找到出血的小肠位置 豪斯正和助手们讨论病因 女院长又跑来叫她干活 因为一小时已经到了 豪斯正想抱怨女院长 不该裁剪大量的护士 却被女院长嫌弃 要不是你赶走的沃格勒 导致医院资金短缺 我才不会裁护士 豪斯有口难言 只能一边检查 一边讨论病因 最后决定 取来玛丽的骨髓样本 由于抽骨髓 需要无尽环境 浮满便将玛丽带到的停尸房 玛丽对此倒没有任何不满 就是抽骨髓的时候有点疼 一向坚强的她都疼哭的 豪斯还在和威尔森讨论 结果又被女院长寻来 不过这一次 她不是来抓豪斯干活的 卡梅隆的空缺需要有人补上 她给豪斯安排的面是 应聘者已经来的 需要豪斯赶紧抓个人来干活 可豪斯的心里 还在等着卡梅隆 于是她不停地挑应聘者的毛病 一会儿嫌男的有纹身 也会嫌女的穿肩头鞋 即使女应聘者 完全跟得上豪斯的风格 连沃尔森都赞不绝口 但豪斯还是将她赶走了 抽完骨髓的玛丽 迎来了一批跳水队的小姐妹 既然这说的有劲时 玛丽突然没反应了 福满赶紧抢救 并在事后报告给豪斯 于是三个人躲在厕所里 展开了又一波讨论 豪斯安排福满 继续给玛丽做CT扫描 她怀疑玛丽是炉内出血 但放射科 人员爆满 福满根本轮不上 而炉内出血的病人 最多只能活八小时 正在一筹莫展时 齐斯想到了还没发明出CT时 有种古老的扫描 叫金炉多普勒 豪斯接受了她的意见 不过却安排福满去检测 只让齐斯继续翻字典查病因 气得齐斯无话可说 谁让她告密了呢 就在给玛丽做检查时 玛丽醒了 福满发现 她的孽叶里有严重的出血 齐斯也对玛丽进行了毒性检测 结果显示并不是中毒 于是豪斯准备在20分钟内 给玛丽做直血手术 女院长一听 情况紧急 立马安排外科医生 10分钟内就位 手术做完后 玛丽的父母也赶到了医院 他们想问清病因 可福满还未找到 随后 豪斯又开始思考病因 正说着 豪斯发觉 自己肯定遗漏的什么症状 于是她又跑去病房外 观察玛丽一家 终于注意到 对我们送来的气球 便向福满打听 是谁送的 却意外发现 队伍里没有一个男生 探望玛丽 可是玛丽明明很漂亮 这不应该呀 于是 她让齐斯检查了 玛丽的血液图片 发现她的红细胞都碎掉的 玛丽得的是 血栓性 血小板减少性子电 简称TTP 女性怀孕后 有很小的概率 会出现血液 大量凝结的症状 大脑和肾脏的血管被阻塞 红细胞穿过 凝血块时被挤碎 由此导致的子电 而玛丽的子宫里 也确实有个胎儿 玛丽也承认 她叫过客房服务 却没想到会怀孕 于是便请求豪斯 帮忙隐瞒怀孕的事 豪斯答应了 毕竟按照法律来讲 受害者本人说了算 尽管他还没成年 豪斯走出病房后 只说TTP的事 面对陌生的医学名词 玛丽父母还想再问 豪斯随便捏的几个词 就赶紧溜走的 玛丽进行了堕胎手术 胎儿被打掉后 他的身体很快恢复 脖子也不疼了 不过最后 他还是没忍住 和父母交代的事实 豪斯的办公室 又来了一个应聘者 看着对方 豪斯越来越想卡梅隆 于是他直接拒绝对方 又去了卡梅隆家 这次 他承认自己需要卡梅隆 但卡梅隆觉得不够 还说 他已经接受到医疗中心 游医生的邀请 豪斯二话没说 就把游医生怼了一顿 并再次表示 他是真心 希望卡梅隆回来 卡梅隆笑的笑 如果两人能约个会的话 他立马就回去 豪斯瞬间蒙了两秒后 赶紧同意的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啦 对于卡梅隆回来上班的事 沃尔森一脸好奇 当得知约会的时候 他更加兴奋了 很明显 卡梅隆爱上了豪斯 就连一旁的门诊患者 也附和着 豪斯应该去和卡梅隆滚床单 而豪斯翻了个白眼 便离开了 结果刚出门 就被弄了一身黄色液体 豪斯以为是尿液 直接发飙 吓得哈维赶紧跑了 沃尔森闻了闻 认为那只是苹果汁 便提醒豪斯 趁哈维还没投诉钱 赶紧去道歉 当豪斯找到哈维时 发现他又瞳孔扩张 已经中风了 随后 豪斯组织大家 开始讨论病情 哈维本来是因为磨牙 来看医生的 结果却瞳孔扩大 这一般意味着脑干水肿 鉴于哈维没死 也没昏迷 豪斯怀疑是神经出了问题 CT也显示 哈维有局部缺血 脑组织死亡的现象 福满建议做核子共振 卡梅隆却发现 哈维的下颌骨折过 里面有金属板 他们只能给哈维做分项检测 逐一排除病因 助手们出门前 豪斯嘱托卡梅隆 不要把约会的事说出去 结果卡梅隆刚走 就被福满和齐斯问了出来 齐斯一脸难以置信 可卡梅隆却笑得很开心 福满问病史的时候 见到的哈维的女友安妮 安妮说 哈维的父母都死了 为了治疗磨牙 也看了不少医生 可他们都没有诊断出病因 了解情况后 福满离开的病房 而守在门口的齐斯 却多看了安妮一眼 确认眼前的安妮 就是有名的性虐女王 豪斯的门诊室 来了一位身体疼的老太 老太抱怨丈夫性欲旺盛 还吃了伟哥 他受不了 却又不敢出言提醒 生怕丈夫去找别的女人 希望豪斯可以给丈夫 开点别的要骗他 于是 豪斯便开了止痛片 冒充伟哥 而交谈的过程中 豪斯发现老太丈夫 一直靠药物维持欲望 其实他不想这样 他以为妻子也欲旺盛 福满检查出 哈维有二肩半脱锤 便认为肩半上有血栓 血栓脱落流向脑部 从而引发中风 可其思坚持 是外伤引起的动脉瘤 因为他又不好意思说出 哈维是被安妮虐待受伤的 豪斯自然就相信了福满 给哈维安排的血液吸湿剂 此时 安妮正掐着哈维的脖子 眼看就要窒息了 福满赶紧将安妮拽到一边 打算报警 结果被其思拦住 安妮的身份也被揭穿了 随后他解释说 哈维有窒息屁 其思之所以认识安妮 是因为他前女友喜欢受虐 他没在受虐聚会上见过 但豪斯还是决定注射西施剂 如果哈维得的是血栓 却去做动脉瘤手术 那他一定会死 所以 豪斯需要先排除血栓 注射完西施剂后 哈维又出现了手臂无力的中风现象 之后 又被豪斯安排的切除动脉瘤手术 可哈维知道自己的病因 是因为总被掐脖子 立马就难过的不行 死活不愿意签手术同意书 安妮的劝阻反而让她的情绪更糟糕 没一会儿又中风抽了过去 情况紧急 哈维又不同意手术 豪斯只好找来哈维的亲人 把同意书签了 虽然哈维和安妮都说 他爸妈都死了 可豪斯听说 哈维住在贫民窟 而爸妈却是高级会计师 于是他怀疑 爸妈是因为讨厌儿子的特殊癖好 跟儿子断绝的关系 随后 卡梅隆和齐斯去到哈维家 卡梅隆找到的一本通讯录 齐斯发现一抽屉的口香糖 还顺手拿走了几包 通讯录上有哈维父母的电话 可他们一听说哈维的事 就直接挂了 豪斯只能骗他们 哈维死了 需要过来领尸 哈维父母 这才来了医院 但得知真相后 就要找律师告豪斯 一点也不关心哈维 看着这对死要面子的父母 豪斯说 要是你们不签字 明天就将你们不顾儿子死活的事 贴满整个唐人街的饺子馆 无奈 两人只能签字答应的 而哈维的手术 也将在第二天早上进行 晚上 卡梅隆就要和豪斯约会了 沃尔森特意跑来 给卡梅隆打预防针 原来豪斯之前被前妻伤透了心 不希望卡梅隆也伤害豪斯 随后 沃尔森又去指导豪斯怎么约会 真的操碎的心 不过有一点让沃尔森很满意 豪斯还懂得给卡梅隆准备的胸花 但约会的时候 豪斯一直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而卡梅隆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避问豪斯对他的感觉 豪斯只好实话实说 他觉得卡梅隆有圣母情怀 容易喜欢上那些外表看似 需要被拯救的人 和得到癌症的前夫结婚 就是证据之一 而瘸的腿又为人刻薄 没什么朋友的豪斯 成了新的慈善对象 卡梅隆听完 脸色就变了 第二天手术 卡梅隆肿着双眼就来了 谎称是喝酒喝的 耿直的浮满却说 肯定是约会不顺 然后回家哭了一夜 此时主导医生来反馈 哈韦根本就没有动脉瘤 就在豪斯小组讨论病因时 之前的老太太带着丈夫 又来找豪斯 他们觉得心要没效果 无奈的豪斯 只能戳穿两人 都不想要性生活的真相 老夫妻明白彼此的心意后 竟当着豪斯的面 撒起的狗粮 还不忘给自己的口腔 喷上清心剂 结果这个举动 让豪斯想起哈韦的口香糖 发现哈韦的口腔 有着很严重的异味 而异味又是爆发性骨髓炎的 显药特征 哈韦下颌的伤口感染 感染组织脱落后 堵住流向脑部的血管 从而引发中风 由于金属板的存在 他们不敢检查头部 所以才没发现 哈韦被治愈后 豪斯劝安妮停止试虐 可安妮却说 这是对爱人一种极致的信任 而这句话 也让豪斯 开始反思自己的感情生活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由于莱姨生病 没法给实习生讲课 女院长便找来豪斯剃课 但豪斯死活不愿意 女院长只好给他免了两小时的门诊 两人谈妥后 豪斯才离开 结果遇上了前夕史黛西 前妻的现任老公马克生了病 腹痛并伴有间歇性晕眩 换了几家医院都找不到病因 所以才来求豪斯帮忙 当豪斯听到前妻再婚后 直接拒绝了 课堂上 豪斯给实习生们讲了三个腿疼的病例 第一个农夫 在修栅栏的时候 脚踝突然疼痛 然后跌倒 第二个排球运动员训练时跌伤 第三个是爱打高尔夫球的美女 他们中有一个装病 一个病危 由于农夫伤在腿上 大家猜测是被蛇咬的 于是其次福满就跑去农场抓蛇去的 结果发现 农夫还养了一条有点癫狂的狗 随后 他们抓到一条粗鳞响尾蛇 于是医院里的卡梅隆 给农夫注射的对应抗蛇毒血清 结果农夫对血清过敏 呼吸困难 心率暴跌 注射完肾上腺素 过敏症才消失 可腿却一直恶化 豪斯看完农夫的病例后 发现他腿里有200毫克的毒液 可粗鳞响尾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生成这么多毒液 于是实习生们 纷纷怀疑农夫种的是另一种蛇毒 一半举手表示要去找蛇 一半表示时间急迫 直接给农夫注射另一种蛇毒血清 而豪斯也选择了第二种 可这两种血清都没笑过 豪斯只好告诉农夫 他快死了 结果农夫第一反应是 担心家里的狗没人管 实习们听到这都惊讶得不行 而豪斯又强调了一遍人会说谎的理念 人要是知道自己会死 脑子里最先想到的 肯定是最在乎 也是能为之撒谎的东西 农夫显然很在乎狗 所以豪斯猜测 农夫是被狗咬的 如果医院知道真相 肯定会上报狗的不良记录 从而处死他 所以农夫选择的撒谎 随后 其次浮满去采集的狗的唾液样本 发现了里面的练球菌 练球菌会导致坏死性肌膜炎 俗称视肉症 必须立马切除坏死的组织 甚至截肢 而运动员这边 实习生们都不怎么关注 40岁的中年大叔 于是豪斯把大叔 改成了16岁的少女 少女有抑郁症 体内还有小肿瘤 豪斯开始觉得 是甲状腺问题引发的情绪抑郁 从而导致肌腱发炎 于是卡梅隆就去检查到少女的甲状腺 结果确诊为肌腱炎 注射抗炎药后痊愈 为防止甲状腺再出问题 卡梅隆又给少女吃了对应的药 结果少女出现接触感觉过敏 一碰就疼得直哭 豪斯怀疑是腺瘤 让助手们检查少女的甲状膨腺素 体内磷以及钙离子的含量 顺便再做个斯塔比德检测 而检查结果显示 少女的筋部没有腺瘤 于是豪斯又把少女送去 做腿部核瘤共振 结果发现了骨肉瘤 根据肿瘤的恶化程度 少女也可能要被截肢 高尔夫美女有膝跳反应 同时腿部疼痛 可表情却很淡定 实习生们毫不犹豫地怀疑 美女是装病 豪斯只好把美女又变成疼得满床打滚 需要立马注射麻醉剂的大叔 实习生们还在纠结大叔 会不会麻醉剂过敏的时候 大叔就抢过豪斯手里的针管 给自己腿上扎了一针 结果治愈后没几天 大叔又说病情复发 来用麻醉剂 这下实习生们肯定大叔是装病了 可豪斯却选择给大叔插了根尿管 半小时之后 大叔出现尿血症状 豪斯还画了一张图 来解释大叔的尿的颜色 一个实习生看到后 推测大叔得的肾结石 可豪斯却说 他的图里用了红黄棕三种颜色 红色是血 黄色是尿 只有体内垃圾会导致棕色尿 却被实习生完全忽略 而体内有垃圾 就说明大叔受过外伤 肾脏已经完全不工作了 随后 豪斯板着脸告诉实习生们 大叔的基酸积枚超高 另一个实习生 知道这是外伤的症状 觉得让大叔回家休息几天就好了 结果被豪斯骂了一顿 他觉得 这群实习生反应太迟钝 都想不到大叔 还会出现肌肉坏死的症状 而实习生们 却觉得豪斯脸太臭 影响思考能力 豪斯当然不服气 他这张脸 可比垂危病人的好看多了 就在这时 门外的卡梅隆补充了肌肉坏死 而肌肉坏死 会释放肌红蛋白 对肾脏有毒 由于实习生们的遗漏 大叔错过的最佳诊疗时期 一直躺着注射抗生素 直到三天后 他自己想到肌肉坏死 可此时 动脉瘤内血栓已经形成 还导致的梗死 大叔也有可能要截肢 坐在台下的福满 这时也听明白的 病例中的大叔 其实就是豪斯自己 而豪斯不愿意截肢 他想让女院长做个旁路手术 让血液恢复流通就行了 尽管这样做 会留下无数风险 豪斯一生 也会受腿疼的折磨 那时的史黛西 还是豪斯的妻子 他不同意这么做 却无法说服豪斯 手术后 豪斯出现了心动过速的症状 心跳还停了一分钟 而那一分钟 豪斯看到的之前 被自己救治的少女和农夫 最后豪斯被女院长抢救过来 看着疼得难受的豪斯 史黛西还在后悔 没让豪斯截肢 而豪斯依旧坚持 自己的想法 还让史黛西和女院长说 给她做化学昏迷 好让她熬过最疼的那段时间 随之昏迷后 史黛西却让女院长 给豪斯做的坏死组织切除手术 由于切除肌肉的范围太大 豪斯的腿部功能严重受损 而物诊引起的疼痛也没有消失 说到这里 豪斯就准备下课了 临走时还冲女院长 晃了晃莱医师颜色艳丽的水杯 水杯含浅 所以莱医师才会经常生病 而豪斯也不愿意再给她代课 走出教室后 豪斯给史黛西打了电话 她决定收下马克这个病人 豪斯和马克约在一家餐厅见面 当着史黛西的面 两人暗暗较尽好几个回合 马克还坚称自己没病 就是最近高考季 身为毕业班的老师压力过大 说完她就和豪斯干了一杯 结果喝完就晕了过去 豪斯承认她在酒里下的药 因为马克不敢见她 之前已经放过两次鸽子的 这次还是史黛西说豪斯不在 她才勉强去的餐厅 豪斯必须要把马克拉回医院检查 他连救护车都提前叫好的 由于马克有不明原因的腹痛和脾气暴躁 豪斯安排助手们给她做腹部超声检查 如果没事 就在追加针对盆骨的无造影剂断层扫描 不过检查结果显示 马克一切正常 马克知道后也闹着要出院 可史黛西坚持要等豪斯的结果 而豪斯居然给马克安排了一台手术 卡梅隆听到后觉得豪斯疯了 手术显示 马克除了有点膀胱膨胀 一切正常 而膀胱膨胀显然不会引起腹痛 不信邪的豪斯 直接要到手术录像回办公室检查 研究的大半夜还真发现了问题 于是可怜的助手们 刚睡到一半就被叫过来讨论病情了 看到马克有父性癫痫后 福曼奇思卡梅隆瞬间清醒 而这也意味着 马克的脑部出了很大的问题 随后 福曼在马克的脑电波里 发现了弥漫性异常 这说明马克的神经轴再死亡 坏死的神经一旦达到一定数量 马克就会死掉 而脑炎和阿兹海默症都会产生这种症状 由于阿兹海默会遗传 而马克的父母均死于车祸 此前没有痴呆症状 豪斯就安排卡梅隆先去检查脑炎 如果没有就再检查阿兹海默 另外 他还让奇思福满去戴希家检查药柜 重金属 以及毒素 卡梅隆做检测的时候 史黛西掩来了 他好奇地问史黛西 豪斯腿部出问题的时候 史黛西是不是就在身边 结果一句话 就让史黛西看出卡梅隆喜欢豪斯 两人正说着 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不是阿兹海默 也不是脑炎 而奇思福满两人 也在史黛西家 看到了专门为他准备的小饼干 史黛西太熟悉豪斯的 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而奇思也发现 马克去山地车改练瑜伽 随后他又找到一瓶 安非他明 这种药 长期摄入会导致神经中毒 可豪斯 却看到瓶子上 写着一个17岁孩子的名字和生日 便推测 这应该是马克在学校没收的药 失去线索的豪斯 又给马克安排的PET扫描 检测记忆 马克开始 才答应得挺愉快 当他发现 豪斯问的 都是他和史黛西的隐私后 就开始故意说 他们去巴黎都蜜月的事 刺激豪斯 结果很明显 马克的记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晚上的时候 豪斯在天台上 继续思考病情 却被史黛西冲上来骂了一顿 面对史黛西的指责 豪斯承认 他找不出马克的病因 史黛西听完就哭了 豪斯赶紧说 他还没放弃 可他们现在 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马克的病情出现变化 没多久 马克就出现了脚趾刺痛的症状 紧接着又失去知觉 马克 瘫痪了 他的外周围神经系统受到侵害 豪斯怀疑 他得了格林巴利综合症 可夫曼却说 马克的身体内并没有宁极 也没有抗体 豪斯说 马克可能是体内有病毒 所以才不产生抗体 尽管这样的几率很小 随后 他给马克安排的血浆直换 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注射的时候 豪斯就在门外看着 马克还以为 他是过来抢史黛西的 因此和史黛西大吵一架 结果没一会儿 就过敏 气到关闭的 卡梅隆赶紧给他注射肾上腺素 可豪斯却在门外 淡定地让卡梅隆助手 监视仪器上的血氧含量正常 马克只是恐慌反应 不是过敏 注射完安定 他就睡着了 晚上的时候 豪斯拿到了马克的血浅报告 治疗没有一点效果 随后他跑去酒吧喝了酒 还跟沃尔森坦白的内心的想法 豪斯其实有点希望马克死掉 但他搞不明白 自己究竟是想和史黛西迫近重圆 还是想看史黛西 因为马克的死痛苦 第二天 豪斯又去找了史黛西 结果发现他们结婚时 根本没去过巴黎 回去后 豪斯就重新看到马克的PET扫描结果 他说巴黎的时候 脑活跃度很小 而撒谎应该是很复杂的脑活跃度 马克得了妄想症 重新研究马克的症状后 豪斯怀疑他得到极性间歇性哺灵病 而想要确诊这种病 就得在发病的时候采集尿药化验 可谁都没法预料发病的事件 这时 豪斯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极性间歇性哺灵病的幼病因素 由巴比托酸盐 酒精 高浓度蛋白 而豪斯准备给马克来个拳套 马克当然不同意的 谁都知道 病发之后会不会真的死掉 可史黛西却同意了豪斯的方法 结果豪斯一听就急的 当年要不是史黛西私自做决定 他就不会成瘸腿 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要尊重马克的想法 结果史黛西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豪斯 平时的豪斯一定会想出各种方法 让病人同意他的治疗方案的 豪斯无言以对 毕竟史黛西说的对 于是 他只能拿着包含全套的针管走进的病房 结果刚准备注射 就被三个助手拦住 病人不同意的治疗可是犯法的 豪斯只好冲史黛西表示 他尽力了 三个助手听到后都放松了戒备 结果豪斯一转身 直接把针管插到了马克腿上 马克立马发病 豪斯直接从膀胱取得尿养 最后结果确定就是急性间歇性普林病 注射完葡萄糖和血红素 马克的身体恢复的 看着病床上相拥而眠的夫妻俩 豪斯一脸难过 可卡梅隆更难过 豪斯有爱人的能力 只是不爱他而已 而女案长这边已经决定 顾史黛西当医院的法律顾问 史黛西表示 豪斯同意的他才来 女案长赶紧跑去找豪斯 豪斯无奈地说的同意 而这也表示 他要完全放下史黛西 好了 这里是老简观影 豪斯一生的第一季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 期待第二季吗 那就留言 评论 转发一下吧 好了 那就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